经过阿东的父亲上加野屋这么一闹 反倒是促成了阿东与闺住 他们的婚礼由阿浅和新次郎作为证婚人 热热闹闹地在加野屋里举行 在两人婚礼顺利结束的几天后 闺住夫妇决定前往九州代替大管市烟柱 守护那座煤矿 而他们两人也将要在煤矿开始新的日程 全家人为两人拍手表示感谢 加野煤矿已经开始慢慢恢复采矿工作 但加野屋的兑换生意还是如旧 如今大半的兑换商基本已经转型成了银行 阿浅想找大管家烟柱谈谈此事 但却遭到了烟柱的极力反对 另一方面虽然阿浅很少有时间陪着丈夫与女孩 但两夫妻的感情并没有因此减少 反倒是越来越恩爱了 也就在这一天 于也为儿子容三郎找了一个媳妇 这天也正是两人见面的时候 不好意思的她被母亲硬生拉进了茶馆 容三郎的未婚妻是个娴淑的女子 她秀雅绝俗 美目流畔 陶塞带孝 自有一股清零之气 说不尽的温柔可人 容三郎第一次见她就直接看闪了眼 阿浅看着报纸上每日报道的银行信息 也更让她想要开创银行的决心 与日俱增 加野屋的喜事不断 自阿东与贵州结婚的几个月后 又到了容三郎娶媳妇信门的时候 容三郎的妻子名为阿兴 查到花艺可是样样惊同 看着如此温柔显淑的儿媳妇 让在一旁的云野不禁感叹 时光荏苒 转眼间 宣戴就已经六岁了 加野屋团结一心 为重建加野煤矿而缴近脑汁 再加上后来归属夫妇的努力工作 矿上的盈利终于开始一点点的增加了 但每次阿浅跟燕柱 谈起开办银行的事 男人都会因此吵得不可开脚 阿浅始终无法放弃开办银行的想法 他一有空闲时间就会自学相关知识 不懂就会去找五代探讨 母亲经常的外出工作 也使得千代对阿浅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阿浅现在去了大阪商业讲习所 是五代创办的商业学校 专为大阪的各种公司 培养管理型人才 但有个事情也让阿浅感到了疑问 好不容易可以学习经商 为什么里面却一个女学说那么有 但五代的部下却这样回答 如果有女学生 怎么学校的夫妻就会紊乱 但显然 这个答复并不能让阿浅满意 阿浅这次找五代又跑了个空 也硬是把五代的部下对得无话可说 而此时 五代正与新次郎在美河的酒馆里喝酒 他们的交情可是日渐深厚 两人时常聚在一起喝酒聊天 有时候五代还会忍不住地调戏起新次郎 听五代这么一说 让新次郎吓得拿起桌上的杯子直罐茶水 直到五代哈哈大笑地说自己是开玩笑的 这才让新次郎平静下来 随后五代又认真地对新次郎说 阿浅可不是什么池中之物 他今后可能会改变大阪以及整个国家 他真的非常想要帮助他以及守护他 五代所说的话竟然新次郎无言以对 在阿浅建设了五代所开的学校后 就更加的佩服五代 五代对大阪有恩 对家也乌有恩 那他也应该紧跟其后来报答五代的恩情 阿浅又开始一门心思地琢磨生意 让在一旁的千代忍不住问了母亲一个问题 从小就爱问为什么拿阿浅 却被自己的女儿连续问为什么 问了个措手不及 夜晚阿浅在与丈夫谈论之后 阿浅意识到确实是自己因为工作 而疏忽了千代 新次郎也一直感觉到 自己已经失去了作为父亲 又为家里赚钱的自信 在阿浅买下酒粥煤矿已经过去了十年 大半的商人们这才意识到了煤炭的价值 便开始接二连三的涉足煤矿产业 而阿浅也会不厌其烦地为大家讲解煤矿知识 这天 五代一听闻手下说 阿浅来找过自己而铺了个空 便趁着自己有时间 顺怒来家业屋要与阿浅谈谈 听闻阿浅是因为银行的事情而烦恼 五代便跟阿浅说明了银行业的性状 一些有钱的士族和官宦世家 为了赶上这股风潮 没有学习就开办了银行 借钱也是瞎借 根本不把真正的客人当客人 也搅乱了市场 所以现在开办银行可真不是好时期 现在的物价高涨 也有乱开银行的原因在内 但国家不久之后 肯定也会因此制定规则 不过兑换商要是不转型成银行 早晚也会消失不见 五代还是支持阿浅想要开办银行的想法 只不过不是这个时候 有了五代的典型 阿浅便再也没提开办银行的事 而是更加专注于煤矿工作 而就在这一天 阿浅收到了一封他期盼好久的来信 随后 阿浅召集了嘉义屋的所有人 想要与他们讨论再买一座矿山的事 阿浅拿出图纸便指给大家看 这正是自己让归助帮自己留意的矿山 而这一次 矿主终于要出手卖了 还有就是这座矿山 离他们原来的矿山隔得并不是很远 经营起来也不会很麻烦 最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煤炭 也使得煤炭的售价越来越贵 阿浅相信 这座煤矿可以给嘉义屋带来更大的收入 即使是借钱 他们也要把这座矿山买下 燕助听完阿浅所说 有些生气 便直言道 面对燕助的质疑 阿浅还是决定 拿出全部人家赌上一把 他早已看中了现在的煤炭市场 既然阿浅执意如此 燕助就此表示 悉听尊便 但如果煤炭再出什么事情 他绝对不会出面 为阿浅擦屁股 此事过后 阿浅为了嘉义屋的第二座矿山 顺利开工 又不得不离开千代 前往九州 第二天 阿浅在出发去九州前 竟收到了姐姐阿初的来信 还顺带一大箱金菊 姐姐在信上 说明了自己在和格山的情况 兰芝柱现在已经有十岁 养芝也有六岁了 兰芝柱已在村里的学校开始上学 现在家里的开销虽然有些吃不消 但现在 竟然她的婆婆都开始拼命干活了 婆婆说 为了能让两个孩子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 她也不能认输 日子虽然不算宽裕 但他们一家在和格山过得很开心 并写明 有时间会带着孩子们来嘉义屋探望 就这样 阿浅与千代告别后 又跟阿梅前往了九州 继续为她的煤矿事业而奔波着 而另一边 五代也在为收购北海盗而烦恼着 虽然困难 但反而激起了她的斗志 这完全是受一个人的影响 但也因为五代要收购北海盗一事 也将要在大阪 引起一场不小的风波 明治十四年七月 好几家报社大肆报道说 萨摩出身的五代 与同是萨摩出身的政府高官 相互勾结 用极低的价格 收购了北海盗的国有资产 报纸上连续发表了质疑五代的文章 关于五代是不法商人的传言 也越来越厉害 阿浅的第二座矿山成功满下 已签好了合同 回家与荣三郎交付好一切后 她并立即前往五代 她这才知道五代现在正在北海盗考察 后来报纸对五代开拓时的攻击 是越来越激烈 就连大阪所有与五代 一起投入北海盗项目的商人 也成为了攻击对象 五代的突然消失 也使所有人都以为 五代已经放弃了大阪 以携款而逃 各个商人都在心急如焚的 等着五代的出现 但等到的消息 却是五代所要收购的北海盗国有资产 突然被政府取消 什么被取消 所有人听见这个消息都不淡定了 那自己投入的资金到底该怎么办 这也不仅让阿浅开始为五代担心 但她相信五代绝对不是这样的人 在北海盗的五代 看着铺天的报道 这才明白自己已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她提起行李就要回到大阪 与那些相信她的人说明一些事情 但现在的民权派在全国各地正在开办演讲 批判此事 她现在回去岂不是自讨苦吃 五代手下拦住她说道 执意要回到大阪的五代 身体似乎出现了一些问题 五代回到大阪 以阿浅为首的大阪商人 齐聚商法会议所 与所有人道歉的同时 五代还宣布了一件事 她打算辞去商法会议所会长的职务 五代的不解释 和自己会负全部责任 让商人们表示自己无法再现任五代 台下所有人对对五代骂声一片 此刻阿浅站了出来 她系数了五代对大阪经济所做出的贡献 但是众人依旧是忠而不问 他们只想让五代给自己一个交代 但其中包含着一些政治关系 五代实在不好作何解释 正在五代陷入两难的境地时 新次郎却在这时 抱着一大堆资料出现在了会场 他将手中的资料一一发给众人 资料上表示 政府的北海道投入了大笔资金 但收效甚微 所以准备贱卖股有资产 而五代为了日本将来的发展着想 才接下了这个任务 所有人听见了这个消息 也为之震惊 政府都啃不下了骨头 难道五代是想交给大阪的商人来看吗 这样做太不厚道 他们只是想要赚钱而已 面对所有人对五代的质疑 容三郎站了出来 经过容三郎这么一说 所有人自愧不如 都站起来跟五代道歉 五代也就此向所有人发誓 就这样 五代将继续担任 大阪商法会所的会长一职 从这以后 他也携手众多大阪商人 开办了更多的事业 新次郎这次为五代化解了危机 更是让阿浅对他刮目相看 并问其丈夫 是如何做到的 这件事过后 阿浅回到家 看着女儿千代 在桌上独自玩玩具的样子 虽然心疼 但他还是回答了千代 当初问自己的问题 为什么他的妈妈 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阿浅吸取了至今为止 金银煤矿的教训 他对新矿商的采决 现场的细节检查 也是亲力亲为 不敢有丝毫懈怠 而回到大阪后 也是积极地和商人朋友们 一起探讨 为了不放过 新时代潮流带来的机会 他是干净十足 燃倒起飞 一天回家 丈夫新次郎 突然给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他兴奋地跑到阿浅面前 给他看了 归助写回来的信 他们家的第二座矿山 已顺利开采到了许多煤矿 听见这个消息 也让阿浅感到无比开心 新次郎抱起阿浅 夸着自己的老婆 果然不是一般人 伍代听闻 家野煤矿的第二座矿山 开采到更多的煤炭后 也是为之感到高兴 伍代又与新次郎 谈起大阪 将要成立纺织公司 煤炭虽好 但他相信 纺织产业今后 也一定会流行起来 并让新次郎 去做一下调查 让他试试 但他却直接拒绝了伍代 并表示自己 对做生意 根本不感兴趣 新次郎又向伍代 谈起了他现在的烦恼 原因是阿浅总是出差 而新次郎 又不怎么出去工作 以至于千代说 自己的父母不太正常 又过了一段时间 就像伍代所说 政府创办了日本银行 整顿了近代的金融制度 转眼间又到了七夕 从煤矿回来的阿浅 被阿信叫了过去 他想给阿浅看样东西 阿信拿出一个盒子 里面是千代去年七夕 所做的装饰品 本来早一点想要给他看的 可一直没找到时机 阿浅拿起千代的手工 一个个欣赏起来 直到他翻到千代的一张许愿纸 更是让阿浅 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 看着已睡着的女儿 阿浅哭着跟女儿说着对不起 他这才明白 与女儿在一起的时间 有多么重要 但为了家野屋 他又不得不这么做 回忆着自己从来 没有女儿做过什么 他就感到尊心的疼 阿浅哭了 哭得特别伤心 这天 武代与美和 谈及这些年 他对新次郎的看法大为改观 觉得新次郎 没准是个干大事的人才 但美和却说 新次郎不喜欢别人 对他抱有太多希望 突然 武代又倒在了酒桌上 他的病情似乎又加重了些 正当美和想要 叫人过来帮忙时 武代却叫住美和 并请求他 一定要为自己保守秘密 阿浅从买下第二座矿山后 只要有不错的矿山 要出售时 他都会亲父保地 考察确认后 便买一下扩大生产 阿浅热衷于购买煤矿 频繁去往酒桌出差 这天 阿浅带着公布管事 回到了大阪 饭桌上 公布管事不停地夸奖 阿浅夫人有魄力和眼光 还有什么 如果没有阿浅夫人 煤矿也就不存在了的话 成功让容三郎变了脸色 他也不禁开始怀疑起自己的能力 夜里 阿浅又有一次 向当家人容三郎 弹起了失利银行的重要性 并还夸起容三郎 比自己的弟弟厉害多了 在他的心里 一直都是这样 嫂子说的这些话 也成功让容三郎 失落的心中 得到了些许安慰 隔天 阿浅偶然在商法会议所 遇见了五代 他们两人已经很久 没有见过面了 在聊天中 阿浅突然发现 五代脸色很差 似乎提不起精神 所以非常担心 但五代却说 自己只是太累 愿意自己临时有事 离开了这里 离开前 他还跟阿浅说了一句话 五代说的这些话 更是让阿浅感到了不安 而这也是在家野屋里 如三郎之和燕柱商量着 发现念念不忘 开银行的事 燕柱虽然不舍 兑换商的传统 但为了保住 家野屋的招牌 也同意了钱庄 转型成银行 燕柱大管事 也是家野屋的 重要决策者之一 有了燕柱的答复 也让众人为之感到高兴 这可是阿浅 心心念念 想开好久的银行 现在终于要开始起步了 而这也是家野屋 改朝换代的第一步 家野屋将要跟随潮流 踏入新时代 但这个消息 也让伙计和夏女们 感到了不安 他们担心转型后 自己的工作 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另一方面 婆婆与一眼 也与阿浅谈起了 家野屋今后的发展问题 阿浅感受到了婆婆的担忧 便跟他细心 做了一通解释之后 才让一眼放心 而这也是公共政级 生前一直所期望的 而另一边的五代 不顾疾病缠身 依然在鞭策自己 为了大本的繁荣发展 而努力着 在不久之后 燕柱找到阿梅 想跟他商量商量 今后的出路 于是他跟阿梅 道出了自己的不安 其实阿梅与燕柱 长久以来 都是心意相通 而这一次 燕柱终于跟阿梅 道出了自己心中的想法 燕柱想让阿梅 跟自己离开家野屋的话 正巧被路过的阿浅 和公布管事听见 阿浅为了避免 两人的秘密被泄露出 直接拉起公布管事 将他赶回了酒中 另一边 在厨房的燕柱 正满心期待着阿梅的答复 由于阿梅太过紧张 向后退时 不小心 却将炉子上的开水打翻 自己却不小心躺伤了手 随后燕柱意识到 是自己太过于冒失 才会问起阿梅这些话 要是自己带走了他 那阿浅又该怎么办呢 阿梅请求燕柱留下 看着阿梅如此真诚的眼神 她还是答应阿梅 自己会一直待到 家业屋完全转型成银行 又过了一段时间后 容三郎把定领的人全部召集 并就此宣布了一件事 正在大家欣喜入狂的同时 阿浅还提醒了大家一件事 银行经营可不像兑换商一样 里面可有着严格的规定 但为了保持家业屋这块招牌 也需要靠大家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 虽然现在转型成功 成为银行的只有一小部分而已 但家业屋今后也一定要成为 这一小部分中的一员 他们必须要紧跟时代 做出改变才行 阿浅的这些话 也让所有人都信心十足地 准备一接新的挑战 此外 容三郎还宣布了一件大事 在创办家业银行的同时 他要把煤矿经营分离出去 正式成立一家公司 这其实也是阿浅跟容三郎 商量好后做的决定 新的家业屋也将就此启程 专出去的煤矿公司又会是谁来担任社长 一纸 众人纷纷猜测 很有可能是阿浅夫人 突然阿梅想起 负责于一级说过 阿浅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女社长 那不正是印证了那位大叔所说的话吗 其实在阿浅心中 已早有人选 那个人正是自己的丈夫 新次郎 新次郎得知自己要当社长 虽然是非常的不同意 直到阿浅说出 这其实是五代的主意后 这才让他感到大吃一惊 听说是五代的主意 新次郎并来到商法会议所 准备兴师问罪 可刚一到会所 他就见一群人 急急忙忙地冲了出去 口中还不断地重复着一句话 出大事了 正当新次郎想要探个究竟时 就见五代躺在沙发上 一动不动 等着五代慢慢清醒过来 新次郎就已经守在了一旁 因为这次 新次郎才知道 五代的身体状况不容乐观 随后五代跟新次郎说起 他已经不想再见阿浅了 因为他不想让阿浅看到 他现在的病容 如果阿浅想见自己 那就请新次郎转告阿浅 自己很忙 答应自己一件事 以后新次郎 不但要成为阿浅的贤内助 也要成为他的外援 新次郎答应了五代的请求 所以回到家的他 并没有将五代一病危的消息 告诉妻子 现在就只有阿浅被蒙在鼓里 看着丈夫回家 阿浅又郑重地请求新次郎 希望他能重新考虑 接受社长一职 而且相信自己丈夫的能力 因为五代也曾对自己 说过这些话 家野屋想要做大 新次郎所拥有的社交能力 也是必不可少 随后所有人都来到客厅 请求新次郎担任社长一职 并还包括他的母亲余颖 听着新次郎答应 要担任社长一职 所有人都激动不已 他们把新次郎团团围住 抬起他 就开始庆祝起来 就这样 一股清新的风 又吹进了家野屋 又过了一段时间 五代的身体没旷御下 他似乎已经知道了 自己时日无多 但他依旧没有放弃自己的工作 因为长时间没有见着五代 也不仅让阿浅开始为他担心 但新次郎却说 就算是五代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照顾他的人也多了去了 所以他根本不用担心 阿浅也因为 被家野屋要转型 称银行的事缠绕在身 所以他并没有时间多想 直到转过了年 在美和店里喝茶的阿浅 这才知道了五代病危的消息 这天五代的部下 突然来见阿浅 并告诉了他 五代以生命垂危的消息 随后 五代部下又递给阿浅一张照片 上面正是一只企鹅 他又对阿浅说明了五代现在的近况 五代交代过他 一定要将这张照片交到阿浅手中 看着企鹅的照片 阿浅回忆着五代曾对自己说过 自己像是一只不畏惧 艰难险祖的企鹅 听着五代病危的消息 让阿浅失神的 探索在地上 眼泪翻涌 新次郎扶起阿浅 他也不管什么五代的临终所托 他一定要带着阿浅 去见见五代的最后一面 新次郎将阿浅 带到了五代所在的会议所 走廊外已堆满了收拾好的资料 正当阿浅准备和丈夫一起进门时 新次郎却打发阿浅 让他一人去见五代 他说他们之间重要的事 该谈的都已经谈好了 再进去也没有必要 其实新次郎只是想圆五代的一个梦 他又何尝不知五代喜欢着阿浅呢 阿浅轻轻推开房门 房间里也被一大堆资料摆满 阿浅吃力的挤进礼物 就见躺在沙发上 一动不动的五代 但没有一丝血色的憔悴面容 也让阿浅的心为之一震 桌上还摆满了一些叫不上名的药物 开门的一丝声响 似乎吵醒了五代 他吃力的睁开眼 看着面前想念了好久的他 他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五代用尽全力起身 对着面前的阿浅说道 让自己无数次魂牵梦绕的人 再建议是永别 五代看着面前的阿浅 心中满事不舍 阿浅是五代为浅放了灯 要是没有五代 他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可至今他都未曾报答过 五代半分 阿浅拼命祈求五代能够活下来 五代摇摇头表示 其实照亮他前怒的 只是他自己而已 一直以来也都是阿浅在感染着自己 五代回过去与阿浅的第一次见面 那可真是厉厉赛目呢 五代又笑笑说道 没想到 第一次去大阪 竟被一个未成年的小姑娘给骂 直到去英国之后 他就一直在想 能在那里遇见这么有意思的人 那大阪到底会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呢 所以他在新政府当了大阪的法官 还有在嘉义乌那一次 也是被阿浅大骂了一通后 他这才知道 大阪的经济发展 还需要不断去改革创新 这样才能让商人和民众们过好日子 看着大阪如今的繁荣发展 这都离不开五代 但五代却说 这些还远远不够 他还有好多事情 都没来得及去做 五代明白自己已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可是 他又能如何尽他所能 方不辜负自己 也不辜负相信他的民众呢 听着五代的话 阿浅已是泪流满面 他拿出五代给自己画的企鹅图案 他一直保留至今 也无时无刻不再激烈着自己前进 阿浅说道 其实他才是 一只不畏惧艰难险阻的领头企鹅 他又兴奋地告诉五代 孩子们的课本上也出现了企鹅 五代则开心地硬扎起 尽管是匆匆的相逢 匆匆的离别 但短促的生命历程中 我们拥有着永恒 相信今日的友情 也是明日最好的回忆 青色狼在门外听着一切 已是几度哽咽 临晨行别 但愿云彩愿阳 一直陪伴着他 走到远远的天涯 从这次的相逢告别 五代就搬去了东京养病 一个月后 五代带东京去世 根据五代的遗言 他的葬礼在大盘举行 葬礼有超过4300人参加 在美和的酒馆里 美和与阿浅谈起孤人往事 从美和那里 阿浅这才得知了 五代拼命工作的情形 他不敢相信 五代开了无数家公司 死后竟是欠款无数 原因是 他把毕生所赚到的钱 全部支住了那些年轻商人 和那些萨摩出身的政府官员 听过美和所说的话后 也不禁让阿浅开始 思考纪五代说过的话 到底要给后世 留下什么东西呢 那天 带有屋里来了一个 名为平侍郎的人 先来求职 他以前是在大藏省 检察院担任过会计一职 那可是监督国家 怎么花钱的地方 发现大事已经 并问起他为何要选择 在他们这里工作 随后 平侍郎便说出了自己的志向 而且他还曾去德国留学两年 学习过银行知识 如果家业屋想要转型上银行 他一定可以帮得上忙 阿浅听闻此言 决心留下平侍郎 给家业屋工作 因为阿浅明白 现在的家业屋 可急需要这样的人才 阿浅激动地抓住平侍郎的手 并请他以后 一定要多多指教 就这样 转过了年 现在的签代算起来 也有十岁 并长成了一个漂亮的大姑娘 乍一看 这不就是小时候的阿浅吗 但签代的性格 似乎根本不像母亲 他喜欢的一切东西 都与阿浅相反 阿浅喜欢爬树 想扑 但签代却喜欢一切 漂亮的东西 也许是母女两人的性格差异 他们的关系 一到了一见面就要吵架的地步 另一方面 新次郎可成了女儿奴 比较签代坐在一旁时 他就不得不担起 父亲的形象 努力工作 于是新次郎 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也就在这一天 家业屋里突然来了一位意外访客 他见着新次郎就只喊爹 这一幕可吓坏了众人 那么这个意外访客 到底会是谁呢 这个面生的孩子一生爹 可把众人给吓坏了 阿浅不肯相信地看着丈夫 向他投去了怀疑的目光 新次郎连忙解释 自己可从来没有做过 对比起老婆的事 看着所有人如此紧张 男孩则开心地说道 阿浅感到惊讶的同时 姐姐阿初便带着婆婆阿菊 走进了家野屋 看着姐姐的到来 阿浅是激动不已 他已经好久没见过姐姐了 这也是阿浅和阿初 十年来的首次重逢 男之助来到家野屋 可是异常兴奋 他傲有兴致地 在院子里东张西望 问这问哪 却遭到了阿初的眼里呵斥 十年不见的姐姐 可真是大病痒了 而阿初看见侄女千代 两人更是一见如故 千代面对这么温柔的姨妈 直接害羞地逃走 阿初的婆婆和阿浅的婆婆 也是话多得不行 他们好像很久 没坐在一起聊天了 一切看起来格外地和谐 另一方面 新次郎带着兰芝柱 参观嫁一屋的生意 她是非常的感兴趣 面对浅宜 能做的工位上工作 她是十分惊讶和佩服 而且着急赶完工作后 这才能到后听 和想念了好久的姐姐聊天 两人十年未见 当然是有聊不完的话题 阿贤又和姐姐阿初 谈起家族的事 一直聊了好久 他们回忆起 各自走过的道路 都不禁杀然泪下 另一方面 千代和兰芝柱一起玩时 他对兰芝柱 说出了自己对母亲的不满 他觉得母亲喜欢钱 胜过喜欢自己 但兰芝柱却认为 千代是身在福祝福之福 他反倒是非常羡慕千代 生在这么好的商人家里 他也非常不理解 自己的父亲 为什么要离开大阪 他倒是喜欢极了这座城市 欢乐的时光 宛如白居过系 因为和歌山还有事情 等着他们去做 阿初一家 并不能在家野屋 长时间逗留 这次他们也是因为 要为山王寺屋的 列祖列宗扫墓 才顺路来到家野屋 离别前 新赞兰和阿初约定好 下次他们一定会去 和歌山谈望 下次就别等十年时间了 尽量多见几次太好 就这样 阿初一家又启程 回去了和歌山 务病卫 还在等着他们回家 而家野屋 又迎来了新的一天 家野屋的事业 实现了飞速发展 阿浅为了创办银行 便先创办了家野商店 负责家野屋的商业部分 让新赞兰的社长 阿浅则依旧 频繁地奔赴煤矿 将其规模再次扩大 采煤量更是 比以往提升了五倍 五代临终前 交给阿浅的企鹅作品 也无时无刻 不再激励着阿浅 因为记者五代去世前 曾说过的话 家野屋为大阪港口的 防海工程 捐赠了一笔巨款 终于家野银行 准备在明年开业 他们正在为家野银行 准备这一切手续 阿浅兴奋地感叹着 终于走到这一步了 但其实他们开办银行的困难 才刚刚开始 暂存开拓贷款客户 为此他们还要挨家挨户 去拜访诸多公司和资本家 还有提前预备投资标的 股票知识储备等等 在平师郎的帮助下 银行的准备工作 正在顺利进行中 交代好一切后 阿浅和新赐郎 带着签代前往了东京 他们被邀请参加 阿浅父亲忠心 在东京举办的庆典仪式 而就在这一时 家野屋个个都在传 烟筑大管事要辞职的留言 这让容三郎感到了不安 在野银行要是失去烟筑管事 那造成的损失 可是用算盘都无法计算出 平师郎忍不住叹息道 几天后 阿浅和新赐郎又回到了大阪 一家人谈论起了阿浅父亲 第一次见千代的搞笑场面 阿浅因为在东京 听闻伊藤大人说 银行开业之前 必须要请教一下 有着银行之神之称的 涉责荣医 所以阿浅想着写信给他试试 并让他给给建议 也不知道这位大神 到底会不会给阿浅回信呢 当天夜晚 阿浅给涉责荣医写信时 新赐郎走进房间 与阿浅说起了大管事烟筑的事 容三郎与烟筑谈过几次 让他留下 但还是没能得到 他的肯定答复 而容三郎还担心一件事 救事烟筑走了 会不会带走其他人 这些话也不仅让阿浅想起 那天阿梅跟燕柱在一起的幸福场面 阿梅的那种笑容 是阿浅从未见过的 其实燕柱决心要走 他们也无法挽留 想到这里 阿浅顿时就满脸愁容 他担心 从小陪着自己的阿梅 离自己而去 但为了阿梅的幸福 阿浅还是做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 嘉语乌正在向现代银行转型时 归入去的这时回到了大阪 原来他是回来参加银行成立的会议的 新赐郎无时无刻 不再发挥着自己的优势 唱曲的同时 还不忘打探新的商机 现在国内生产的棉纱 也取代了国外进口棉 而且销量很好 所以趁着现在这个势头 有人提议 在尼奇建一家纺织工厂 所以他也成为了 这个项目的发起人之一 丈夫说的这些话 让阿浅对丈夫的看法大为改观 他觉得丈夫 自从担任社长以来的魅力 也是越发的迷人 另一边 龟柱正在快活地跟燕柱 谈起他与阿东生下女儿的趣事 而阿浅呢 他在因为没有等到色泽荣衣的回信 而烦恼着 这天阿浅找到阿梅 并跟他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如果燕柱真心要带阿梅离开 而阿梅也愿意的话 那么他就不必在意自己 放心跟着他过自己的生活就好 而阿梅则表示 能守护在小姐身边 他就感到非常幸福了 他愿意永远陪着阿浅 听着阿梅要为自己留下 阿浅感动地靠在阿梅怀里 哇哇大哭 而此时 在门外的燕柱也明白了一切 如果自己真的带走了阿梅 也可能会伤害到了两个人 到了第二天 闺住告别了所有人 又回到了九州煤矿 而正在这时 平侍郎兴奋地拿着一封信 交给了阿浅 那正是色泽荣衣的回信 阿浅期盼已久的回信 终于还是来了 信上说 他曾偶然从武淡那里听说过 家也无阿浅的事 还说 他最近有事会来大阪 到时两人刻意 在商法会议所见上一面 很快就到了 与色泽荣衣约好的这一天 阿浅激动地在商法会议所 等着银行之神的到来 并终于见到了他 色泽荣衣与阿浅见面后 便直接了当 跟他提出了几个问题 他问阿浅 对于银行经营者来说 什么东西是最想拥有 和最重要的 阿浅认为 那东西是钱 但色泽荣衣却说 开银行并不需要钱 阿浅听完此言 大吃一惊 不用钱 又如何能开好银行呢 但在色泽的启发下 阿浅突然回忆起 公公和烟柱 对自己说过的话 而银行也是如此 最后 色泽荣衣告诉阿浅 他和已故的矿山大王五代 最想做的事 其实是教育行业 也就是为国家培育人才 和色泽聊过之后 这才让阿浅毛色顿开 他的话也同时震撼着阿浅 他以后也要为国家 做出有用的贡献才行 另一方面 如三郎无论如何 都要挽留去意已绝的 大管是燕柱 而燕柱却说 他收到了前妻的来信 说他的女儿得了重病 为了究竟照顾生病的女儿 他决定在爱园找份工作 二十年前 他就从未为女儿做过什么 所以这一次 他想做一些补偿 听闻燕柱说出此话 容三郎也不好再过多挽留 但父亲生前交代过自己的话 他绝对不会忘记 该给他的钱 他一分也不会少给 阿梅在门外听闻燕柱 还是要离开家一屋的消息 瞬间变得惆怅不已 但他还是感谢燕柱 曾经对自己说过 愿不愿意跟他一起离开 这类的话 虽然是开玩笑 但有这一句话 就足以陪他度过余生 随后阿梅真心祝福燕柱 以后一定要尊重 阿浅明白阿梅心中苦楚 便跟阿梅提出 要和他比赛相扑 让他发现心中郁闷情绪 当阿梅一下就将阿浅摔了出去 见阿梅依旧憋着一口闷气 他便跟阿梅说出了自己的心灵话 此事过后 经过家野物遗众人的努力 在1888年 家野银行终于要开业了 家野银行开业 阿浅如愿一场 为了迎接家野银行 开业第一天的重要日子 阿浅还特意换上了洋装 并还兴奋地跟丈夫展示着 穿洋装的舒适性 另一方面 千代和祖母在一起时 说起他很怕母亲阿浅 这些话碰巧别燕柱听的 燕柱告诉千代 他曾经也很出头和阿浅打交道 但时间久了 他倒觉得与阿浅相处 其实非常有趣 并让千代用心观察观察 母亲工作式的样子 或许他为了阿浅的看法 有所改观 说完 燕柱便提着行李 离开了家野物 阿浅开银行的消息被报社报道 色泽看着报纸上的消息 大家赞赏阿浅的勇气 还包括何格山的姐姐阿初 也是为之高兴 从银行之神处 得知了开银行 要从信用助手之后 阿浅 荣三郎 还有家野银行的员工们 都做出了各种努力 时光流逝 转眼间 家野银行已经开业三年 而这时的家野银行 已发展成了一家大银行 在大阪排名前时 而商业部门家野商店 再将办公场所 转移到家野银行后面后 经营也非常顺利 荣三郎和阿信 生了一个女儿 并在家野银行附近 买了一套新房子 一家人已搬了新家生活 荣三郎也曾邀请过母亲 与他们一同生活 但于也却拒绝了儿子 家野屋里有他和郑吉的美好回忆 他也不舍得和千代分开 所以于也还是住在原来的房子里 而这时的新次郎 不光担任了家野商店的社长 还成为了板神纺织的初任社长 逐渐成了大板商界的头面任务 当然新次郎的小屁屁 还需要阿浅来鞭策才行 阿浅不仅参与了银行的管理 还频繁地去往九州煤矿 他工作起来也是越发的精力旺盛 但他和女儿千代的母女关系 似乎还有待提高 阿浅的银行梦 在经历了十多年的时间后 终于以兑换商为基础 转型成了一家大型银行 家野银行又在之后的三年时间 顺利成长 并在借和神户等地增开了支行 不过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可真的挺难 从兑换商流行开始 所有人都没有要把钱存起来的习惯 所以要让大家改掉这种习惯 把钱存在银行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阿浅看起来注视顺利 但他也有他的苦恼 根源就是他已长大成人的女儿千代 阿浅是实业家的文章 接连在报纸上报道 阿浅作为女性的代表 被广为人知 当全家人都在夸阿浅时 千代就觉得母亲很是无趣 并常常与阿浅发生口角 这也不禁让新次郎 为母女两人的关系而担忧 而这时的大阪 以新次郎参与的纺织公司为首 各式各样的产业 都快速发展了起来 以至于被发展到了 被称为东方曼哲斯特的程度 而穿着洋装的阿浅 和穿着和服的新次郎 亲密走在大阪街头的样子 也成为了这个 正在飞速发展的 商业城市的奇特意境 阿浅不仅参与了银行管理 还在为尼西工作的新次郎 又增加了一项新的生意 就是批发棉花给纺织公司 而在家野银行 阿浅一时以来想要建立的教室 已成功路程 员工们可以在这里学习道德知识 平时郎现在已经是家野银行的经理 周阿浅所托 和他专门负责培训 家野银行的会计和学徒们 这天 容三郎突然问起千代 问他想不想 等着从高等小学毕业后 就做自家生意 但千代却直言拒绝 他可不想像母亲那样 变得如此无趣 在一旁的新次郎又问起千代 那他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女性 千代则回答道 夜晚 阿梅对阿浅感叹 小姐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梦想 成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女商人 家野屋已着手这么多项目 着实让所有人佩服 但阿浅却怎么也先不够 虽然现在一切都顺风顺水 但不继续努力学习下去 家野屋所有的项目 都有可能会被新的事物排挤出去 也就在两人谈话期间 新次郎竟将阿叔的长子兰芝柱 带到了家野屋 他请求潜移 能让他在家野屋工作 夜里 阿浅就与丈夫谈起了自己的顾虑 他总感觉兰芝柱是离家出走 才跑了家野银行的 如果不答应让兰芝柱留下 新次郎留在家野屋 同时再给姐姐阿初写一封信 告知才好 第二天 阿浅便和平侍郎与荣三郎商量 先让兰芝柱以见习员工的身份 在家野银行工作 另一方面 新次郎和阿浅被千代的班主任 叫到了学校 班主任问两人 以后对千代毕业后的发展有何考虑 其实千代一直都不太爱学习 但他的国文和珠蒜 就在班级里排名靠前 所以班主任想让阿浅和新次郎 好好考虑一下 千代今后的前途问题 回家后 新次郎便问阿浅 他希望千代以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女性 这个突然的问题 让阿浅有点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如果自己真的可以决定 他倒希望千代能像自己一样 在家野银行工作 虽然只是自己一厢情愿 但他的路还是希望他自己做出选择 迄今为止 阿浅一直认为 女性是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的 即使嫁为人妇操事家务 或是帮家里干活 又或是给人当女佣 女性一直以来就这么几种生存方式 但对现在的女性来说 这个国家又开辟出了很多新的行业 和以前只能待在家里操持家务相比 逐渐有了新的变化 比如考进东京新建的国立音乐大学 成为钢琴家和小提琴手 再比如考上师范大学 成为学校老师 如果学习后再通过医学考试 没准就能当一位医生或者是护士 但是为了能让千代以后 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和发展方向 他觉得千代还是去上高等女校比较好 千代听见二人的谈话后 坚决反对母亲 把自己的梦想强加给他 新菜狼和兰芝柱来到千代房间开导 寄聊之后 新菜狼才知道女儿千代的愿望 他准备在毕业后就参加婚前培训 然后做一个好媳妇和好母亲 兰芝柱听闻此话便告诉表妹 当今时代 男人们其实更希望自己的妻子有学问 就像潜怡那样 当然还包括他 现在听闻兰芝柱的开导 嘟囔着嘴说道 兰芝柱是热爱极乐家业银行的工作 不管是建许员工还是打杂 他总是干净世俗 这让阿浅都忍不住的夸奖这个孩子 同时他也感叹 为什么千代就不能像他一样热爱工作呢 而在这时 住在和歌山的姐姐阿初 收到了阿浅瞒着兰芝柱给他们写的信 另一方面 家业银行来了一位名叫龚腾德佑的上课 他在家业银行存有巨款 他前来的目的是想问问阿浅 有没有合适的对象 他觉得女儿上学 可真是一点用处都没有 空凭一身本领 却毫无用武之地 还不如趁早嫁人 听闻此言 阿浅这才明白 女性就算拥有求学这张船票 但想要依照自己的意愿 航行远方 却比自己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阿浅与平时郎在美和店里讨论着 女性以后的就业问题时 却突然发现 帮他们上查的女性员工 这一幕 刹那间就让阿浅有了新的启发 啥 阿浅打算让家业银行雇佣女性之缘 新四郎等人听闻此消息 大为吃惊 所有人坚决反对阿浅的这个想法 平时郎觉得让女性处理金融业务风险较大 而龙三郎的理由 就是一直以来的兑换商到现在的银行 都没有让女性在里面工作的先例 如果家业屋突然要雇佣女性联工 他们有可能会失去至今为止客户对他们的信任 但阿浅却认为正是因为这种做法史无前例 那他们就更应该守开心盒 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阿浅相信女性也有不输给男性员工的能力 而且他还决定家业银行请来的女性员工 在没获得他们的信任之前 工资由他自己来发 这次尝试如果出现什么问题 责任都由他来承担 阿浅请求众人给他一次尝试的机会 龙三郎看着哥哥新四郎 便想问问他的意见 但新四郎却这样回答 果然新四郎的脑回路可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他的话 有人在一旁的平四郎惊到了下巴 就这样 家业银行开始募集女性员工 这则消息在报纸上刊登 听说女性能在银行工作的时候 被一传十十传百 到最后就一百人前来应聘 就连功腾得幼都将自己的女儿送了过来 想要在家业银行工作 他们还必须通过三项考试 第一项基础学科考试 一些来错热闹的应聘者 只是向往职业女性但能力不够的人 都会在这个阶段被筛选掉 第二项礼仪测试 阿浅一一筛选那些 积极主动富有理性的女孩 第三项再由阿浅亲自面试考核 比起那些有才华讨人喜欢的女孩 阿浅更加注重那些认真踏实 心理承受能力强的女孩 最终阿浅在百名女子中留下了四名佼佼者 随后阿浅跟四名女员工交代好一切后 并跟他们做起了上岗前的培训 而这时和这儿子兰芝柱 在家业银行的阿初来到了大阪 另一边 新次郎看着女儿千代 对阿浅总是世事反感的样子 他想把千代送到京都女校上学 而这也是阿浅所期望的 但千代却执意要学上婚前培训班 新次郎又说道 所谓的女校不是专门培养职业女性的地方 如果想做好贤妻良母 那就更应该接受修身养性 注重礼仪的教育 而不是整人在家人面前说母亲坏话 另一方面 他出来的家业银行 又把离家出走了兰芝柱 带回何歌山 但兰芝柱却坚决不肯跟母亲回家 他不想在那偏远山区 做一辈子的农民 他也有他自己的梦想 发现何新次郎 因为着急家业银行的事 便只能留下姐家阿初 跟兰芝柱在客厅单独聊聊 今天可是家业银行女员工上岗的第一天 他们穿着统一工作服 在经过阿浅的一番培训之后 他们也正式迎来了新的挑战 有了阿浅的港前培训 女员工们都应付自如 客人们也是对家业银行的服务 互为好评 另一方面 因为兰芝柱一直与母亲僵持不下 女也便上前却说兰芝柱 人最重要的是信用 潜姨知道她是离家出走 来家业银行的 估计也不会再留下她 但是只要她与母亲回去 好好跟家里的所有人商量 如果他们都同意 她在这里工作 那家业银行的门也随时为她敞开 有了约约的劝导 男之助这才安心跟母亲回到了大阪 而且忙完后得知 姐姐已经离开了家业屋 心里顿时一阵失落 自从家业银行 聘用女孩工作的事情 被传开后 他们的生意是越来越好 还有些人完全是慕名前来 他们享受着家业银行不一样的 待遇和服务 家业银行就像阿简期盼的那样 店内就像是开满了鲜花一般 给人一种明快的感觉 家业银行的好评不断提升 起来的顾客也是源源不断 另一方面 现在还在为去女校上学的事 而烦恼着 奶奶一夜 便让她先和自己 去京都的女校参观参观 再考虑要不要上 而在这时的家业银行 来了一位难缠的客人 她是家业屋 还是兑换伤食的老顾客 如今穷困潦倒的她 无法提供任何抵押物 却张口就要贷款 对了新次郎兄弟左右为难之时 阿简出面 便直接拒绝了她这一要求 旺骨瞬间大怒 随即拂袖而去 这一天 千代与奶奶去京都女校观光一天后 来到了家中 千代心情大好 并觉得京都比自己想象中的要好 所以她愿意去上女校 新次郎听闻此言 大喜 即使不舍 她还是愿意让千代 有学习点知识 走自己喜欢的路 几个月后 又到了千代离家去学校的日子 这也是千代第一次一个人远行 离开亲人 全家人不舍地站在门外 勿送千代离去 夜里 新次郎兵的老婆提议 去何歌山游玩一次 阿简本不想答应 但听闻是去何歌山 就瞬间喜笑言开 两人还兴奋地商量着 要带什么礼物给姐姐 而这也是二人婚后的第一次外出旅行 第二天他们就收拾好行李 准备前往姐姐阿初的所在地何歌山 而这也是两人婚后的第一次旅行 就这样 父亲俩从大阪坐船 到达何歌山的友田 然后再向阿初和吴兵卫的距离方向 步行前进 还没有走多远 一大群孩子就围了上来 说阿浅是个穿着奇装异服的怪人 吴兵卫赶来让一众孩子赶走 随后又掐起养殖树的耳朵 就开始教育 最后才由阿浅的一声吴兵卫 才当此局面打断 吴兵卫看着面前如此与众不同的阿浅 也忍不住开始吐槽 最后再由吴兵卫带路 几人一同前往了几家阿初的住所 阿浅一行人来到阿初家 再次见到了阿菊和荣达 晚饭时间 大家围坐在一起享受着阿初做的晚饭 新次郎吃着从没有吃过的饭菜 心里顿时充满了幸福感 印里 村里的管是石挂大叔 见着阿初家来的客人 便想着 他们肯定没有多余的被褥 就亲自派人送来了几床被子 这个举动 让新次郎颇为感动 不停道歉 石挂大叔听说 新次郎是家野银行的少掌柜 激动不已 他早听闻了他的大名 还包括他的老婆白钢钱女士 他又急忙掏出报纸上剪下的一脚 递给新次郎看 有了石挂大叔的到来 家众更是热闹 所有人围坐在火炉边 谈论着一切趣事 随后 石挂大叔又说起现在 举林农业的发展 当时在德川那个年代 还有三大家 给他们农民撑腰 但现在 他们受到了东京批发伤 非常不合理的待遇 就因为里面有一个烂橘子 就借口用极低的价格 想要收获他们辛苦一年中的橘子 而且听闻此事 又忍不住发动了 他机灵的脑袋瓜 如果橘子的销路和利润分配 被东京的批发商给控制 那他们可以改变销售方式 派人把橘子 拖到各地自己卖了 新次郎在一旁不停暗示妻子 事宜让他少说一些 随后石挂大叔又说起了 自己的儿子们 如今他们都去东京上学 他还是希望 把橘林交给 兰志柱这样的孩子来管理 并劝兰志柱以后 别再突然消失 不要让家里人担心 这些话让阿初一家陷入了沉思 兰志柱一直不肯安于现状 这是阿初一之所担心的 阿浅和新次郎到合格山探望阿初一家 正巧赶上橘子收获的季节 只见满山遍野 都被橘子染成了橘红色 这让阿浅不禁沉浸 集中无法自拔 看着姐姐一家为了采橘而忙碌着 他心里又何尝不知 兰志柱想去学习经商呢 一想到这儿 他的心里就变得无畏杂陈 午饭时间 阿局来到阿浅身边 便想请求他一件事 他想让家业银行正式雇佣兰志柱 他是山王四家的孩子 对做生意一定不差 如果孩子就这样被埋没在橘山上 就太可惜了 阿初见婆婆如此 并不好多说什么 婆婆一直以来 都把重建山王四屋的希望 全部寄托在了兰志柱身上 总是幻想着有一天能重回大阪 待婆婆离开后 阿初跟妹妹说出了心里话 一直以来 他就只希望全家人平平安安在这里度过一生 看着全家齐上阵采摘橘子 一边干活 一边聊着所发生的各种趣事 他就感觉非常幸福 他希望兰志柱理解父母亲的想法 但他却就是不按照自己的想法来 一想到这儿 他就特别生气 其实阿浅又何尝不是为了这种事情而烦恼呢 这天 正在阿浅和新次郎悠闲地坐在门口吃橘子时 吴宾蔚叫着阿浅想跟他单独聊聊 随后他向阿浅问起了兰志柱在家业银行工作的情形 阿浅便直言跟吴宾蔚说出了实情 他很喜欢跟这样的孩子工作 虽然他们有亲戚关系 但兰志柱并没有因为自己给过他任何优待而怨恨自己 反而是非常认真的干活 努力学习 阿浅觉得 就算是兰志柱在合格山 也会成长为一个越来越能干的孩子 但如果将兰志柱交给他 他一定会好好教育 并把他培养成一个合格的好商人 吴宾蔚听阿浅说完 也明白了一切 他的心里 似乎就此做出了一个决定 就在当天 吴宾蔚召集了家人 想讨论一下兰志柱今后的问题 兰志柱跪在母亲面前 请求他让自己去家业银行工作 吴宾蔚为支持儿子 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阿树见儿子如此喜欢经商 也不好再过多干扰他的人生 便同意了儿子想去家业银行的想法 只不过他只给儿子三年时间 如果三年时间内 他还没有任何成就 那他就要留在合格山 好好继承自家居领 而另一边 阿浅与新次郎 在居园里谈起了女儿千代的问题 一个从来都不喜欢母亲的人 看着室友如此敬佩自己的母亲 到底是什么感受 在登基女校宿舍的千代 看着同屋的室友 收集母亲是实业家的报道 并打心底的崇拜母亲 千代是非常的不以为然 两人还因此争论了一番 千代表示 小姨崇拜的人根本不像她想象的那样 并还将母亲在家的一切真实情况 告诉了她 另一边 在合格山的阿浅和新次郎 收拾好一切准备回往大阪 姐姐还在这几天内 给阿浅做了一个红色的斗篷 作为离别礼物 与上王四家的一大家子告别后 阿浅和新次郎又踏上了回家的旅途 新次郎牵起阿浅的手 对她说着一些甜蜜的话 自从下一屋开了商店 银行 煤矿 仿之以来 现在的他们都不能像这样牵手 慢悠悠的散步了 听着丈夫说的这些话 让阿浅感觉有些不好意思 既然出门 那就好好地玩一次 随后 阿浅提议 他们可以去德川家的御用温泉 泡一次澡再回去 新次郎听完大喜 兴奋地牵起老婆的手 就前往了温泉中心 夫妻俩在温泉住了一晚后 又回到了大阪 这天 在家野银行 喝得醉醺醺的万谷 又来捣乱了 因为酒瘾发作 他在家野银行不停大闹 阿浅叫人直接将万谷赶了出去 自此惹怒了万谷 坦言 要让阿浅这个女人付出代价 为了保证家野银行顺利运营 家野银行还专门设立了一个 记录危险人物的黑名单 阿浅注意到 除了万谷外 那上面还有新次郎的老熟人 山屋宇萍掌柜的名字 原来山屋退去二线后 与儿子一家不合 于是常到家野银行来闲聊 让众人颇感为难 大客户宫腾 则是因为过于担心 在家野银行工作的女儿 频频造访 才上了黑名单 除了这两人外 名单上还有一个 不知姓名的男子 那人一山蓝旅 总是来银行观察女职员 大家认为 他行为怪异 居心不良 因为家野银行的客人越来越多 也有许多奇怪的人跑来造访 所以大家也算是痛并快乐着 而在这时的何隔山 在阿初的目送下 决定到大阪家野银行工作的男支柱 出发了 男支柱接着在白钢甲 作为家野银行的借习员工 并开始了他的学习之路 1894年 明至27年的夏天 新才狼突然告诉阿浅 他已辞到了纺织公司社长一职 因为他突然想到 自己以后会越来越老 不管自己能活多久 他不能总是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即使那边没有自己 他们也可以运营得很好 所以他请阿浅让自己以后 能安安心心的做自家生意 好好地做一个银行顾问就行 阿浅感叹 这不又成了一个甩手掌柜吗 最近家野银行的黑名单 是越拉越长 很多厚着脸皮来借钱的人 也是越来越多 在野银行黑名单上 所列的无名男子 真名叫程泽权 乃是一位留美归来的教育家 程泽屡次上门拜访阿浅 但都被经理平侍郎打发 但就在这一天 阿浅最终还是被他堵在了门口 他以阿浅雇佣女性为例 兴奋的原阿浅阐述了 女性教育的重要性 说到一半 他见体力不支地倒在了阿浅身上 阿浅一受到惊吓 便直接将他扔了出去 而这时的阿浅 还根本没有意识到 这次与程泽的书次见面 竟会改变他今后的命运 另一方面 新次郎为了看望千代 来到了京都女校 看着女儿已经成功融入了校园生活后 倍感欣慰 过了两天后 程泽再度来访 他又与阿浅谈起了 建立女子大学的梦想 并觉得 全国能够认可新女性教育的人 除了阿浅就再没有第二个人 随后 他又拿出自己写的厚厚的一笛论文 交给阿浅 并希望他能认真看完 给自己一个答复 夜里 阿浅就读了 为创立女子大学而奔走的程泽 写的关于女性教育的文章 深受感动 令他没想到的是 一个男人都可以为了女性教育事业 而如此奋不顾身 他竟想把国人对女性根深蒂固的思想 给改变过来 在程泽撰写的这份草稿中 描写了女性作为一个人 一个妇女 一个国民接受教育的重要性 女性也能通过高等教育 实现人生下职 在各种工作岗位就职 才有可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女性也应有一技之长 有必要拥有独立谋充的能力 而且 阿浅在研究女性的能力后 考虑发挥她们的特长 在未来一百年 甚至两百年后 前景的情况下 制定女性的教育方针 文章中揭示的计划是如此具体 一个男性都能为女性考虑的如此周到 那阿浅又怎会认输呢 此后 阿浅为了找程泽商量 寻找着程泽的身影 但总是错过 新次郎在家听母亲说 阿浅在找一位年轻帅气 且非常有才华的男人时 不忍在一旁醋意大发 见新次郎如此 阿浅又激动地跟家人们分享了 程泽写的原稿 不禁隐含泪花 看着妻子一谈进女子学校的事 就眼睛放光 她也就此明白了 这是对阿浅的重要性 夜里 新次郎被跟阿浅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不管在哪个时代 大多数人的想法都是没守成规 根本不愿意接受新事物 俗话说枪打猪头鸟 因为我超越时代想法的人 一定会被别人嫉妒或怀疑 所以新次郎觉得 如果他真的想要实现这个梦想 肯定会是困难重重 但阿浅根本不予理会 并还请求新次郎 在自己去煤矿的这段时间里 帮忙寻找成责 另一方面 在京都女校里 小姨和千代谈起了 她对毕业后的道路感到了迷茫 聊天过程中 千代还从小姨那里听说了 她以前从来不知道 关于母亲阿浅的事情 小姨的这些话 让千代改到了心塞 从而原来这对母女俩 本就不好的关系 更加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阿浅从九州梅矿回来后 经发现 自己一直寻找的成泽 也来到自己家中 原来是新次郎在美和店中 意外碰到成泽后 并直接将她带了回来 随后 成泽向阿浅大谈了 设立女子大学的重要性 阿浅颇感兴趣 并考虑到为成泽融资 她的这一想法 却遭到了平时郎的强烈反对 而成泽也宣称自己是教育家 绝不会因此借钱办大学 还告诉阿浅 在国外大学的运营 都是靠别人捐款才建立的 又过了几天后 成泽穿着阿浅送的高档西装 又来到了家业银行 感谢阿浅的同时 阿浅又掏出一打钱交给成泽 表示 这是自己募捐给她的 也算是她最近的活动经费 并激动地期盼着 兰之柱的来信 线上说到 兰之柱的实习期已经结束 现在的她 已成为了家业银行的正式员工 每月都可以拿到工资 并还给阿浅买了礼物 看着儿子寄回来的信和礼物 阿浅难掩心中喜悦 脸上更是乐开了花 身为母亲的她 这下终于可以松下一口气了 另一边 阿浅兴奋地 跟成泽规划着 创办女子大学的事情 今后一切和钱有关的问题 全部由自己负责 而成泽是教育家 她只需要专心考虑 教育的问题就行 阿浅已经准备 跟大阪所有的资本家 谈谈此事 让他们募捐 但守护和传承 女性思想 就是有成泽能做 所以两人就此分工 做好各自的事情 为创办女子大学 打好基础 阿浅的安排 让成泽为之振奋 并发誓 一定要让日本的 首座女子大学 创办成功 但这件事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就这样 在阿浅为成泽 提供了活动经费后 她和成泽 以前的那些支持者 一起在大阪中之岛 建立了活动的根据地 但阿浅为创办女子大学 进行的筹款活动 进行的却十分艰难 大阪的富商们 对办女子大学 根本不感兴趣 阿浅拜访了若干有名商人 有钱人 以及富豪 却屡次碰壁 就连家野银行的老客户 也拒绝了她 因为女儿想要工作 不肯嫁人 也是让工藤多优 怒火冲天 骂马咧咧咧的 走出了家野银行 走之前 她还不忘劝告阿浅 家野银行 好不容易才把生意做这么大 也希望他们不要再出手 搞这种稀奇古怪的东西 才是明智之选 而这一幕 正好被刚刚回家的行长 容三郎碰见 也因为这件事 容三郎将阿浅 好好批评了一番 这也瞬间让阿浅失落至极 没想到 想要创立女子大学 竟这么困难 还给家野银行 惹上了麻烦 但她不会因此放弃 阿浅拿出新次郎 好久以前 送给自己的算盘 她也希望每个女孩 都有一个送给他们算盘的人 而她就想当这个人 能让全国的女性 都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 这就是她今后的梦想 而她还有另外一个目标 只要这座女子大学 能创办成功 她也想和千代一起去上学 即使坐在教室的角落 听听也好 这天 几人在美和店里 聊起了为女子大学募捐的问题 承泽见大本的有钱人 不接受创办女子大学 他便亲自去往东京私塾 想去探探他们 到底是如何做到 募集资金这个问题的 但还没有进门 就被赶了出来 阿浅一听顿时有了想法 既然大本的有钱人不接受 那她就要去东京试试 她要与在东京开办大学的 大威仲信回面 亲自想她讨教一番 而这就是阿浅 一旦开始行动 她就绝对不会轻易停下 回到家的阿浅 立马就给大威仲信 写去了一封信 因为没有等到仲信的回信 她就立马收拾好东西 准备前往东京亲自拜访 为了向大威仲信 请教创办大学 发现独身一人 前往了东京 来到了仲信的府邸 在大威仲信家 有很多客人来来往往 商量着各种问题 大威仲信的妻子 林子 把阿浅带到了仲信面前 仲信看着阿浅的到来 也是非常高兴 并向众人介绍起了 阿浅是事业家的身份 这些众人都在这儿 阿浅鼓起勇气 向仲信弹起了 建立一所权威女子大学的必要性 仲信听完 只夸阿浅是个有眼光的人 虽然如此 现在国内的女性教育 确实是比国外落后了许多 但她觉得 对于将女性培养成为 贤妻良母来说 就已经完全足够 如果现在将国外女性教育 引进国内 还是有点太操作过急 听闻仲信所说 阿浅急了 她将成子写的稿子 一口气全部付出给了众人听 仲信听闻后大惊 这才意识到了 女性教育的重要性 虽然现在的自己 已经辞掉了政府的工作 但她仍然会尽自己所能 帮阿浅完成 这一次的伟大事业 而在另一边的大阪 千代利用假期时间 将小姨带回了家里屋 为了开办首座女子大学 阿浅拜访了大卫仲信 并用自己的坦诚说服了她 几天后 如阿浅设想的那样 仲信的影响力是非常之大 在获得她的赞同后 阿浅在东京 募集捐款的这个工作 进展得非常顺利 捐款的人也在一个个增加 阿浅从东京回到大阪后 却迎来了所有人的异样目光 就连回家也是异样 所有人都闷闷不乐 气氛异常 询问后再得知 因为阿浅又终于 办女子大学的事情 已经被传得沸沸扬扬 说家业银行 要吃巨资办大学 搞得在家业银行存款的顾客 人心惶惶 职业一定要亲户才好 平时让她宣说阿浅 让她放弃办女子大学的想法 正在阿浅为这种事情而烦恼时 千代觉得这事找到母亲 想好好跟她谈谈心理话 可阿浅因为心情郁闷 却直接敷衍了千代 当她正准备离开时 千代终于还是忍受不了 母亲的各种行为爆发了 千代说的这些话 让阿浅感到既惊讶又难过 她不懂千代为什么会说出这种话 阿浅拉住想要离开的千代 并正正地告诉她 她从来就没有把它当成雷着的想法 她反倒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她 甚至有些时候 自己遇见困难 都是因为有了她 她才会咬牙坚持下去 但无论阿浅怎么解释 正在气头上的千代 又怎么能听得进去呢 结果两人就这样不欢而散 这时 望谷再次来到家业银行借钱 并在店内大闹 不停出口成章 大妈阿浅是个没用的废物 还直逼家业银行的女职员 要跟他们好好玩玩 而平时一直不想管她都是的新次郎 终于还是忍不住出手了 她三两下就把望谷整服 并还直言让她滚出家业银行 望谷直接被这样的新次郎给吓到 随后便被众人拖出了家业银行 阿浅经过上次与千代吵架后 还是想找机会跟女儿好好聊聊 但还在戏头上的千代并没有理会母亲 她直接扔下阿浅独自走开 但还没有走多远 千代就听见母亲的一声惨叫 她转过头 却瞬间被吓到 只见母亲捂着肚子 口中还不断喊着自己的名字 万古拿着水果刀 刺中了阿浅腹部后立即逃走 阿浅渐渐失去意识倒在了地上 众人迅速将阿浅送往医院抢救 医院里 阿浅虽然已经抢救过来 但因为失血过多 她还处于危险之中 保险起见 医生建议新次郎 还是通知一下家人 和关系密切的人比较好 很快 阿浅被狂吐刺伤的消息 瞬间就传避了整个城市 而在和歌山的姐姐阿初 也受到了阿浅并威的电报 很多人都在担心着阿浅的安危 选择围在家野银行 想要打探关于阿浅的更多消息 为了避免发生乱子 医师郎不断安慰众人 只能说阿浅夫人并无大碍 听闻消息的成泽 也冲进了家野屋 本想问个明白 却遭遇到了 医师郎的一顿骂 因为着急 她将阿浅出世的因果关系 全部归咎在了成泽身上 千代和新次郎 自阿浅出世以来 没日没夜地守护在阿浅身边 但阿浅却依旧 没有要醒过来的迹象 听闻消息的阿浅弟弟九太郎 也来到了医院探望 又过了几天后 阿浅的病情依然没有好转 夜里 千代都会守在阿浅窗前寸步不离 每每都会给昏迷不醒的母亲 按摩全身 她只希望母亲能快点醒来 新次郎借女日千代 无休止地守在阿浅床前 甚是心疼 便想着让千代回去好好休息一晚 千代听闻大哭 本以为像母亲这样的人 一辈子都不会死掉 要是她真的就这样死去 那她又该怎么办呢 在千代睡去 新次郎独自守在妻子床前 流着泪 想昏迷中的阿浅 诉说忠诚 随后 阿浅似乎听见了 新次郎说话的声音 她突然呼吸急促 口中还不断念叨着 她不想死 阿浅似乎奇迹般地生还了 在医院昏迷了一个星期后 终于醒来 新次郎激动地叫醒千代 并兴奋地告诉她 母亲醒了 千代听到这个好消息 已说不出任何话 长久以来紧绷的神经 终于放松了下来 生命纯微的阿浅 在梦中见到了已去的故人五代 还有那个一直支持自己 做事业的公共正极 以及宠爱着自己的爷爷 爷爷亲切地喊着阿浅的名字 并让她一定要开心起来 千万不要为了工作 而放弃自己原有的纯真 凡事一定要看开点 随后 阿浅在和姨爷的唱歌声中醒来 阿浅能醒来 可谓是医学界的奇迹 虽然她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考虑到她伤势严重 还需要留在医院观察休养 医生刚刚说完 在一旁的护士也忍不住发话 她与众人谈起了 这位与众不同的少夫人 说她刚刚醒来 就要闹着出院 恢复自己的工作 她希望家属能好好劝劝 让她留在医院养病才好 而且为了尽快恢复 她忍着伤口的疼痛 拿起一旁的点心 准备补充体力 而这一幕 恰巧被刚刚进门的众人所撞见 千万看见母亲这个样子 气不打一出来 刚刚从鬼门关走了一遭 醒来就要工作 她警告母亲 做事不要太过分了 说完便跑了出去 看着母亲恢复了王儿的生机 千万的心里其实是高兴的 而正在这时 容三郎听闻嫂子已经醒来 便跑来医院探望 她还告诉了新次郎一件事 四山阿浅的万古还没有抓到 听见这个消息 也不禁让新次郎等人担心不已 突然 现在在母亲病房前 看到了一个行为古怪的中年男人 急忙大喊 新次郎听闻急忙冲了过去 直接将那个中年男人死死扣住 但还好 这个奇怪的中年男人 正是刚从九州煤矿回来的二管式闺住 龟主来到病房 看着少奶奶醒来 是异常开心 他们两人也已经很久没见过面了 龟主看完阿浅后 又回到了家野屋 他和留守的家野银行的强妻等人 报告了阿浅夫人现在的状况 众人听完 都为阿浅夫人恢复意识而高兴 并期待着夫人能早日出院 另一边 阿浅非常感谢女儿千代 这段时间以来的陪护 但在得知千代是为了自己而请假时 母女二人又因为话不投机吵了起来 千代从病房里出来后 竟意外碰到了 从东京来探望老师的青年起见 千代看着起见拿刀切苹果的样子 瞬间就想到了 母亲被万古捅伤的那一天 因为害怕 千代不小心将手中的花瓶 摔碎在了地上 正在她着急 想要清理地上的碎瓶子时 却不小心将手指割破 起见看着千代苍白的脸 连忙问起她现在的情况 奶奶雨也闻声赶来 急忙将桌子上的水果刀 用手帕盖了起来 而这就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而后 两人又会发生什么不一样的情愿呢 另一方面 新次郎因为觉得自己没有保护好阿浅 而非常自责 归住见阿浅发生这样的事情 也是非常难过 所以她就此做出了一个决定 以后她要留在家野屋 守在阿浅身边 护她周全 新次郎听完归住所说的话 更是感动不已 而在这时的家野屋里 自听为妹妹阿浅病危的消息后 阿渍和丈夫吴兵卫 连夜从和歌山赶了过来 在得知阿浅已经中过了危险期后 这才松下了一口气 医院里 阿浅一家聚在了一起 这样的时间 对于三人来说是少有的 新次郎最先打破僵局 并提议 今晚三人就睡在一起 以为让阿浅和现在母女关系 得到缓解 就这样 新次郎为母女两人 准备好一切后 自己则搬起板凳 睡在了一旁 并开始了自己的装睡之路 见丈夫睡着 阿浅必向千代说起 自己与新次郎的相遇 以及新婚当天的趣事 还有千代出生时的情景 母女两人就这样 一直聊 一直聊 聊了好久好久 而这也是自新代出生以来 母女俩第一次 这么和谐的互诉中场 两人的关系 也渐渐变得和谐温馨了不少 而就在这天夜里 万古被寻警发现 带进了警局 另一边 阿浅和务兵卫 在家也误过了一夜之后 第二天一大早 他们一家 就前往了阿浅所在的医院 前去探望 看着妹妹阿浅已度过危机 她也就此放下心来 新次郎再得知 万古被抓的消息后 便立即告诉了女儿千代 听完这个好消息 也让千代松下了一口气 以后他们就再也不用担心 被突然报复 因为过于担心 妹妹的阿初 与阿浅谈起了一些 关于女性教育的问题 如果因为教育事业 就要让她减受 她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而千代也在一旁 说起了老师给他们说过的话 男人天生就希望女性 畏惧其下 这是本性 虽然最近都流行 娶个聪明女人当妻子 但他们又绝对不允许 女人比男人们还出风头 所以女人在家 还是当个贤妻良母 比较好 阿初也在一旁赞同这样的话 但阿浅却接受不了 学校怎么可以教女学生 这样的东西呢 阿浅始终相信 教育是能够改变 现在女性的这种现状的 即便女性的高等教育 如何被认为荒谬绝伦 被外界的压力 强迫不许实现银行 但她是绝对不会屈服的 另一方面 在医院的热水房里 千代又意外地与企节重逢 看着企节削苹果的样子 不禁让在一旁的千代 有些好笑 千代拿起企节 地上的水果刀 便在水池旁 熟练地笑了起来 而且她还大胆地和企节攀谈起 那天不小心划伤手的原因 起居过后 两人之间的气氛 并没有了第一次见面时的尴尬 似乎还包含了一些 少男少女情感上的微妙 据说是一个青梅竹马的邻家女孩 等着养之柱过了二十岁 就去她进门 至少这比她说 等到二十岁就去当兵要好得多 她就只想希望自己的孩子 能够平平安安在菊山上生活下去 阿处陪着妹妹待了一天后 也到了离开的日子 阿处以菊树作比喻 向阿显谈了为人处事的道理 并希望她能好好铭记 就这样 阿处和务兵卫 准备在这一天 启程回往合格山 离开前 兰之柱还请求父亲勿平为一件事 她想让父亲能帮自己 转告给奶奶一个消息 而另一方面 阿显的身体渐渐恢复 千代也准备回京都女校了 但在离开前 她还想去见见那个 让自己心动的男孩 她忐忑不安地在热水房等着 可没想到 却真的让她等到了 现在与企介告别 表示自己周末就会回来 但是企介却说道 她可能就在这两天内 会回去东京 但她相信 如果有缘分的话 他们肯定会再次相遇 这时 在嘉远银行里 回到大阪的龟柱 被容三郎为了新的任务 担任社长秘书一职 自此之后 龟柱就开始了懂秘的工作 而阿显这边 每日都有大量的访客 蜂拥而至 与阿显谈了这一些 最近所发生的事情 这天 大为重信的妻子 亲自跑来探望 并还告诉了阿显一个好消息 东京有很多达官贵人 而他们的妻子 都愿意出资 兴办女子大学 这个消息 让阿显感到的同时 也更是加重了她 想要出院 努力工作的心 另一方面 在何戈山 穆冰卫正在告诉母亲阿菊 儿子交代给自己的事情 无论是她还是蓝支柱 都不打算重振 山王四屋的家业 以前的兑换商 和如今的银行 到现在 已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声音了 想要蓝支柱的大阪 打出山王四家的招牌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阿菊听完气愤不已 但不管阿出作何解释 阿菊还是难掩心中郁闷 夺门而去 另一方面 现在放假把朋友小姨 带到了阿浅的病房 能见到仰慕已久的大神阿浅 让小姨激动不已 趁此机会 阿浅还拜托了小姨一件事 她希望小姨能帮自己 把成泽请来医院 小姨也不负所托 将成泽带到了阿浅的病房 成泽在听闻阿浅被刺之后 就一直沉浸在自责之中 无法自拔 她觉得自己没脸在见阿浅 她跟阿浅道歉 但阿浅却这样说道 阿浅的年也是在医院里过的 在病床上躺了几个月后 终于在开春之前 阿浅出院了 家业银行的所有员工 全部在门外等着 迎接阿浅回家 在阿浅休养的这段时间里 日本继东海道县开通之后 还接连开通了 神户和广岛之间的山羊铁路 去东京和往来于福岡的煤矿 被以前方便了许多 回住在这一家决定定居于大阪 做好自己的职务 家业银行随着时代的发展 银行累积存款数额 已高达67万日元 是越发的隐人注目 容三郎与阿信 又生下了第二个孩子 几人又开始帮千代考虑婚事 并决定让千代毕业后 就帮他招个上门女婿 这本该是一件喜事 新三郎听完 却立即拉长了脸 就开始疑病不起 阿树心急 让在一旁的养之柱 迅速去网邮局 给哥哥发一封电报 但婆婆却坚决不让 她表示不论发生什么事 都不要让兰之柱回来 婆婆阿觉得病倒 让养之柱变得更加成熟懂事 也让物病卫变得无比自责 家业银行内 她显收到的大管 是燕柱报平安的书信 信上说 燕柱女儿的病已经被治好 全家人都搬到了神户 正在经营着一家火柴工厂 而且生意不错 而在这时的京都 千代正在做着回家的准备 同时小姨满脸愁容地 对千代说了一件事 她的母亲让她一毕业就嫁人 但她根本不想嫁给一个 连面都没见过的男人 便趴在千代腿上 嗷嗷大哭 她为自己不能决定 今后的道路而难过 千代回家后 一家人坐在一起 商量起了千代 从女校毕业后的婚姻问题 发现在一旁对千代说道 如果她还没有打定主意 可以不用非要这么着急嫁人 现在的学校还有很多专科 可以学习更多的知识 而千代也说 等毕业后 自己想过一段时间嫁人 不必这么着急 新次郎在一旁听闻大喜 并非常支持女儿的想法 夜晚 千代主动找母亲商量一些事情 她想让母亲帮帮小姨 能让她继续学习下去 这件事让阿简感到了为难 毕竟这是人家的家事 但看着这是千代 第一次有求于自己 便答应了此事 她一定会帮小姨想想 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而在另一边的合格山 阿楚整日看护着 卧床不起的婆婆阿菊 阿菊做了一个很可怕的噩梦 突然惊醒 醒来的她 看着阿楚 坐在自己床前 竟安心了许多 最后 阿菊对阿楚说起了自己的噩梦 她刚刚梦到了小时候 曾被关过的库房 之前自己也曾将务病卫 和阿楚关在里面过 对他们感到抱歉的同时 阿菊还回忆起 当时她母亲对自己做过的事 那些可真是噩梦呢 但当自己做了母亲后 竟也会跟自己的母亲 变得如此相同 总觉得这样做 就是为了孩子好 然而自己培养出的小孩 却不如温柔的阿楚培养的孩子 阿楚一边帮婆婆翻身 一边感谢她对吴冰卫的养育之恩 阿楚明白 婆婆当初对自己和丈夫的严厉 是为了守护好杀王四家 但她从来没有怨恨过婆婆 而且她还觉得现在的屋子 虽然没有当年杀王四家的华丽 但她更喜欢现在这个 比之前充满了更多温情的家 而这全部都是托婆婆的风 而此时 阿卿为了给女子大学寻求支持 又动身前往了东京 在续往东京之前 她还顺路来到了京都 准备到女子学校的宿舍 看望前代的朋友小姨 刚刚进屋 里面却没有两个孩子的身影 屋内竟是一个陌生女人 询问后才得知 这人这是小姨的母亲 两人说起来关于女儿的话题 聊得热火朝天 随后阿卿又利用自己新女性的思想 与小姨母亲谈论起了读书的用处 从而也让小姨母亲为之震撼 改变了自己的传统思想 聊完之后 阿卿必须迅速赶往东京 继续为了女性的教育事业而奔波 拧走之时 先带叫住了母亲 并对她说出了自己长大以来 对母亲说的第一声谢谢 另一边的和歌山 阿卿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 众人都陪在她身旁 与她一起回忆着山王寺屋 作为兑换商荣光时刻的过去 男之助在得知奶奶 卧病在床后 并迅速赶回了和歌山 但她还没见着奶奶的最后一年 奶奶阿卿就与时长辞 阿卿还是没能等到 翻回大阪的那一天 她的丧礼 是请了一些关系非常亲近的人 就这样肃穆地给办完了 男之助因为祖母去世时 自己没能陪在她的身边 而非常难过 看着哥哥如此 养之助便告诉哥哥 奶奶去世时 其实走得非常安详幸福 并让她不要再为了这件事而伤心 奶奶她一点也不后悔 也并未责怪过她半分 随后 养之助还让哥哥 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现在的山王寺屋 由自己来守护九号 她一定会种出非常好吃的橘子 并对着天空大海 让奶奶放心 隔天 阿卿也紧跟着 赶来为阿卿上香 为众人感到遗憾的同时 阿浅还对姐姐说起了 在东京父母的情况 他们必须要赶去东京一趟 现在的父亲不仅握冰在床 就连母亲的身体也不容乐观 就这样 阿浅 阿梅 阿初 养之助四人 连夜赶往了东京金井家 胡适见到了久违的两个女儿后 母亲黎江仿佛放心了一半 想见殷蓉空有泪 玉玲教训 鸟无声 自山王寺家的阿局去世后 没过多久 阿浅的母亲也逝世了 令谁都没有想到的是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竟走了两位老人 辛子郎和千代得到消息 也迅速赶来东京奔丧 而他们的父亲忠兴 因为卧病在床 连妻子的葬礼都不能参加 两姐妹拿出出嫁时 母亲给自己的护身符 回忆着母亲对自己说过的话 都忍不住山人泪下 到了第二天 忠兴将辛子郎和阿初 叫到了床前 他告诉两人 回顾自己的人生 他有两件事判断失误 至今仍然感到后悔 第一是明治维新时期 没有借钱给山王寺家 第二就是 埋没了阿浅幼年时 想要经商的种子 最后忠兴跟阿初道歉 就因为当初没有帮到女儿 让阿初嫁人后倍感艰辛 作为父亲 他感到十分对不住女儿 另外忠兴还觉得 阿浅给新子郎家添了很多麻烦 如果当时 按照阿浅的意愿 让他多学习点东西 阿浅是不是就会成为 一个更加伟大的女性呢 可自己却把她当年 拼命想要发出的芽给打掉了 但好在 他们剥下后就放任不管的种子 竟被新子郎经常的浇水灌溉 从而让阿浅这个孩子 开花结果 是忠兴没有想到的 这时的阿浅 正在拜望大卫临死 两人商谈着 开办女子大学的事 与大卫夫人谈完后 阿浅不要立即赶到 父亲房间探望 忠兴询问阿浅 女子大学的事进展的如何 并提出 如果他们把大学建在东京的话 他可以把金井家的土地捡出 而这也是他母亲 黎江生前的心愿 在母亲黎江的丧礼办完后 阿浅与所有人告别 带着儿子养之助 先回了和歌山 新次郎等人 也回到了大阪 回到家的阿浅 又开始为自己 毕生事业而奋斗起来 由于把女子大学 扮成父亲所期盼的那样 他也要奋勇前行 到了第二年的春天 千代顺利从女校毕业后 就开始进行婚间培训 他的好朋友小姨 也来到家野银行 做阿浅的建系秘书 阿浅为了募集捐款 和参加各种会议 又开始频繁地往来 与大阪和东景之间 另一方面 小姨在闲下来时 与归宿等人 谈起了千代初恋的事情 门外的新次郎听完 直接大手伤害 而在这时的和歌山 阿浅与家正在为 养殖树的婚前准备 而忙碌着 务病为贴心地送给阿浅 一件华丽的和服 那是他和儿子们 一起凑钱给阿浅买的 阿浅看着丈夫和孩子们的礼物 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 这次大家为了 各自的梦想而努力时 家业银行似乎又发生了 一件不好的事 容三郎着急地拿出一封信 给众人道出原委 信上说 烟柱在工作的时候 脑部被东西砸中 昏迷不行 这可谓是一件 突如其来的坏消息 曾担任家业无大管事的烟柱 在神户与妻子女儿夫妇 经营了一家火柴工厂 因为工厂发生事故 烟柱头部受伤 昏迷不行 阿浅因为事情较多 他只能派阿梅 新次郎等人 却往神户看望 另一方面 阿浅成立女子大学的工作 再遇困难 因为他总是到处发起筹款 从而也引起了 大阪富商人们的反感 但阿浅依旧不屈不挠 继续把他的活动范围 从大阪 扩大到了京都和神户等地 但仍没有取得 特别显著的效果 这时 新次郎等人一到达神户 烟柱的女婿 希望在野银行 能够借些钱 给他们度过危机 原来是因为烟柱的突然倒下 那些负责出货 以及负责工厂原料的批发商 在得知 烟柱昏迷不醒的消息后 便立即让他们 把欠下的钱全部还上 所以他们真不知道 该怎么办才好了 而在另一边的家野银行 平时郎给阿浅看了一组 银行的存款数据 银行的存款数额 已经开始变慢 而且取款金额 正在逐步增加 家野屋的事业 大部分都靠银行所支撑着 如果再这样下去 肯定会出现问题 另一边 众人守在烟柱床前 回忆着他为家野屋 所做的事情 都忍不住的眼泪婆娑 第二天 新次郎等人就要回到大阪 阿梅则受众人请托 留在神户 与烟柱的妻子 一起照顾烟柱 几天后 烟柱还是没有 从昏迷中苏醒过来 每晚阿梅都会守在 烟柱床前 对他说着一些 鼓励他的话 就在这一天 阿浅抽时间 来到了神户 看望烟柱 刚一进病房 他就拉起烟柱的手 开始按摩 原来阿浅 是想以这种方式 让烟柱清醒过来 因为之前 他在医院躺着的时候 前代就一直帮自己按摩 跟自己说话 医生都说了 这样对病人是有好处的 阿梅听闻阿浅所说 也在另一边 帮烟柱按了起来 他们一边按 一边谈论起了一些事情 东一在阿浅和阿梅的呼唤下 一度丧失意识的烟柱 病情似乎有了起色 他竟奇迹般地睁开了眼睛 下以银行的容三郎 在此时也收到了 阿梅报平安的书信 烟柱的醒来 也意味着 他们工厂已度过危机 既然家人都 为自烟柱的病床前 高兴不已 但只有阿梅 却站在角落不知所措 烟柱一家跟阿梅道谢 但阿梅这时的心情 不知是开心还是难过 与烟柱一家人告别后 阿梅就跟阿浅等人回到了大阪 在家野银行 通过烟柱的事故后 让容三郎 深感保险事业的重要性 刚和我家受险公司经营困难 想请家野银行帮忙 所以他想趁此机会 收购那家受险公司 而在另一边的和歌山 两只注意到了成婚的年龄 双方家长已经见面 为两人订好了结婚日期 另一方面 他想在听完容三郎 所说的受险事业之后 是非常的支持 在经过所有人的赞同后 容三郎和平侍郎 为了取得那家受险公司的经营权 便开始行动了起来 在野银行外 千代正带着侄女玩耍时 意外将球扔了出去 而球正好被一个青年男孩捡到 当千代看清楚时 那人正是千代朝思暮想的人起见 在起见简单的几句介绍之后 因为没有得到回应 让尴尬的起见准备离开 千代着急想要挽留 可没想到 千代一直朝思暮想的青年起见 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让千代倍感激动 但作为父亲的新次郎 却是非常的吃醋 并开始担心起见 是不是个值得托付的好青年 客厅内 两人相互做起了自我介绍 认识这么久 千代才得知了他的真实名字 正在千代想要介绍自己时 门外却突然传来了一阵吵闹声 而这也成功打断了两人的谈话 原来 诚泽为女子大学 依旧得不到足够捐款而焦虑 甚至扬言要放弃时 阿浅严厉地批评了他 阿浅说的一些话 让在一旁的企介看得目瞪口呆 企介与千代的谈话 也就这样草草结束 另一方面 阿浅向诚泽 起见女子大学的承办人提议 把校职改在东京 这样他们就可以用他父亲中心 捐给他们的地皮 办女子大学 费用也可以大大减少 阿浅的这个提议 也得到了所有人的赞同 夜里 新次郎见到千代新的男孩之后 就开始变得异常忧郁 阿浅在听闻千代的初恋对象 来家里之后 是相当兴奋 他高兴地问起丈夫 那个男孩的模样 季节流转 转眼间 就到了养蜘蛛 娶媳妇进门的时候 阿浅也收到了新次郎 寄来的大红包 但正在这举家欢庆之时 他们却收到了养蜘蛛的征兵同志 又过了几天 阿浅和阿淑的父亲忠心 也在医院逝世 在父亲忠心去世的几天后 阿浅收到了父亲捐赠给自己 建设女子大学的土地让读书 而在这时 承泽也给阿浅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受阿浅的影响 他不过面子 四处拜访各地名人 慢慢就集合了许多赞同者 这类银行之神瑟泽大人 也愿意支持他们 开办女子大学 在说服瑟泽之后 承泽准备乘胜追击 继续为创立守所女子大学而努力 阿浅因为多次拜访大阪和神户的权威人士 也因为他坚持不懈的努力 他们的名单上又多出了不少捐款人士 龚腾德佑 在看到阿浅本子上的捐款名单后 不得不开始感叹起阿浅的能力 既然这么多知名人士捐款 那他再不插上一脚 恐怕就成了时代落伍的人 而在这时 大阪的支持者也在一个个增加 阿浅在得知 辛策狼私底下 为女子大学设立的事 而做了不少工作后 他是由衷地感谢丈夫 为自己所做的一切 这一天阿浅的公公荣达突然来到家义银行 荣达对阿浅和辛策狼提出 要带兰芝主回家 因为养殖柱即将入伍 居员的事 仅靠物兵卫和阿浅根本忙不过来 而自己也已经老了 没办法再为家里做出有用的劳动力 听见这话 兰芝主即使再不舍得现在的工作 但为了家里着想 他还是一声不吭的 跟着爷爷回去了和格山 正在大家为兰芝主的离开而难过时 兰芝主就在这时 突然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这也是自兰芝主离开大阪之后 第一次回到家里屋 兰芝主回来后 和他聊天的人是一波接着一波 兰芝主感谢众人在自己昏迷时 对他的照顾 就在这时 阿梅端着茶水走进了屋 辛策狼和阿浅见阿梅进屋 都拾去了躲开 好让两人单独相处 随后 兰芝主开始跟阿梅解释 自己虽然与她的夫人有夫妻之名 但他们并未恢复原来的感情 他们只是为了开工厂 而不得不这么做 阿梅听完后 临芝主说了一句话 他还是希望 他们能做永远的朋友 阿梅向业主持住手 想以此作为留念 亲戴已经到了成婚的年龄 众人聚在一起 商量着亲戴的婚事 于悦与新次郎阿浅夫妇 谈起了亲戴的结婚对象 在经过各种打探之后 于悦非常看好那个 名叫琪姐的青年 而且他们家 正好与家业屋门当户队 于悦想着 快点把他招为上门女婿 这也算是他留在世上的 最后一个心愿 阿浅听闻婆婆所说 便立即调查了这个男孩 在得知他是 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 以及他是宦官世家的次子之后 也不禁让他开始担心 这个名为奇迹的男孩 到底愿不愿意 入坠到他们家野家呢 但他这个做母亲的 愿意替女儿一世 而在这时的和格山 杨之柱最终开始离家 去参加新兵训练 兰之柱自弟弟离开后 就开始一声不吭地 帮家里干活 而这也让阿初等人担心不已 另一边 阿浅如五代所愿 开始学习了自行车 云烟想在有生之年 能看到千代出驾驶的样子 阿浅为了完成婆婆的心愿 便开始为千代和企介 操办相亲一事 几天后 阿浅与新次郎 来到东京拜会林子 并提出要举办 女子大学的发起人集会 获得了大卫夫人的支持后 阿浅还请求了大卫夫人一件事 他想让大卫夫人 帮自己写一封信给企介家 看他们是否同意这么心事 另一边 沐冰卫看着儿子兰之柱 放弃事业回家中局 现在的自己年事已高 总有些力不从心 而在这时的家有屋里 云烟的身体是越发的不行 这也让千代为之担忧 就在这时 阿浅给众人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是大卫夫人的来信 信上说 起街一家要商量 与千代的相亲日子 第二天一大早 阿浅等人就着头帮火车 去往东京 女子大学的发起大会 终于召开了 很快 阿浅与成泽 召开了女子大学 设立发起人集会议室 迅速成为了社交界的热门话题 阿浅成为了大学创办委员会的议员 而在第二天 他们又在饭店盛大召开了 创办发表会 一个大学的创办 以如此豪华的方式发表 而大会中 又聚集了这么多政界 经济界的知名人士 从而引得了很多报社的争相报道 也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应 但是 对于社会上 对女子高等教育的反对 这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强烈 橙子和阿浅 也因此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橙子也因此备受打击 把自己关在房间 不愿意出门半步 仍以销售都不成样子 另一方面 为了千代和齐借的婚事 阿浅请林子作为媒人 向东柳家提琴 事情进展顺利 阿浅很是放心 但那几天后 阿浅突然接到了林子 从东京寄来的信件 信上是东柳家 婉言回绝了这本情事 原因是齐借 在读完大学之后 要接收父亲的安排 去往政府工作 为国家效力 东柳家拒绝这本情事 让白岗一家颇感意外 也让雨也大失所望 为了安慰祖母 千代强装无视装 并请父亲新次郎 马上为自己 物色新的相信对象 阿浅明白女儿心里难受 便拉起千代 准备开刀开刀 终于 千代还是压制不住 内心情绪 怕在母亲肩上哭了起来 另一方面 阿浅带着食物探望了成泽 并鼓励受到世人责难的她 在经过一番戏聊之后 二人还是决定 为了早日实现目标 继续为创立女子大学而奔走 自此之后 他们又在东京 设立了一个半校事务所 为了再次扩大募捐范围 他们又向各省大臣贵族 以及权威人士的夫人们 寻求帮助 请他们伸出援助之手 于也自千代的婚事 被拒之后 更甘伤心 千代可是自己 一手带大的孙女 她绝对不能让千代 受如此委屈 夜里 千代就与小姨 谈起了起戒的事 为什么自己会为了一个 只见过几四面的男孩 哭得如此伤心 而感到不值 随后 小姨翻出了一张 林云阁的照片 声称要把起戒 吊在上面 为千代出气 两人聊着聊着 便都哈哈大笑起来 能为了阿浅 听闻千代的笑声 也放下心来 回到房间的阿浅 始终对这门心事 感到惋惜 便与新次郎谈起 他要不要亲自去往东京 好好与起戒谈谈 而新次郎则劝阿浅 起戒有自己的目标 他们又如何能干扰别人 可阿浅不愿意就此放弃 实际上新次郎 也与阿浅一样 而现在的奶奶 与也就更是如此 为了应对经济不景气 阿浅决定 将运转良好的煤矿卖掉 以确保资金充裕 从银行的数据来看 这次的风浪 有可能是明治危险以来最大的 他们不得不先预防起来 另一边的新次郎 给起戒写信 相约到美和店里一去 两人说起了 关于他拒绝亲事的原因 新次郎问起那一天 起戒在家有屋 是不是被千代的母亲所吓到 才想着拒绝这门亲事 还没等着起戒的回答 就在一边的雨也开始说话了 随后 起戒冰道出了拒绝亲事的原委 其实他并不认为 女性有自己的主见是一件坏事 给戴威夫人答复的 其实是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都认为 这是一门非常好的情事 他也是这么认为的 而他也并不是不喜欢千代小姐 只是他无法想象 自己将来在商户 或者银行工作 会是什么样子 从商大学开始 起戒就打算去政府工作 从政改变国家这个梦想 他一直以来都无法放弃 所以起戒跟新次郎道歉 新次郎听闻起戒的话 并未责怪 但是在一旁的雨也 却不淡定了 雨也请求起戒 再给千代一次机会 即使让千代嫁过去都行 看着千代结婚 是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 唯一心愿 看着雨也如此真诚的祈求 让起戒不知该如何是好 在送走母亲雨也后 新次郎跟起戒道歉 阿贤听说后 也着急忙慌地赶了过来 在看到起戒真诚道歉的样子后 阿贤实在没有办法批评 随后新次郎和阿贤与起戒 谈起了故人五代的往事 以及参加加野银行这样的企业 对国家的贡献 说完后 两人还是支持起戒的选择 并祝福他 能在政府当个好官 时光飞逝 转眼间就已经过去半年 加野银行的三位女性员工 辞掉了工作 他们已经到了成婚的年纪 所以不得不这么做 另一方面 经过阿贤与成泽 以及所有人的努力下 他们的大学终于开始运作了 宁斯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刘成泽担任 这时已到了夏天 阿贤的公公荣达 与起睡了快一个多月 这天 南支柱给吴兵卫 介绍了自己研究的 选进橘子种植技术 他希望家里能继续种植橘子 不要卖掉橘山 自己会担起家里的一切责任 另一方面 虽然荣散郎和阿信 再为千代寻找相亲对象 可却一直没有得到 他满意的答复 随后 阿信还对阿贤和新次郎说起了 关于千代初恋对象的事情 这天夜里 成泽等人打算 让小姨作为尼死大学的 第一批学生入学 听着这个消息 差点让小姨摔倒 小姨激动地抱起一旁的千代 感动得哇哇大哭 于也自上次见过企节之后 躺床上就再也起不来了 就连平时 喜欢吃的点心都吃不下 只能稍微吃一些苹果泥 一旁的家也说道 千代看着奶奶心疼不已 便想着为奶奶多买些苹果 亲自给奶奶做苹果泥食 千代抱着一袋苹果往家里走 门外与母亲打去 可没想到 一个苹果滑落 滚了出去 阿浅看着企节的出现 惊喜不已 并兴奋地与新次郎分享喜悦 随后千代和企节 双双来到于也的并踏前 看着两人的出现 于也激动不已 他抱起千代表示 自己终于实现了 长久以来的心愿 并诚心请求企节 一定要给千代幸福 于也自建置千代 与企节在一起后 似乎放心了一半 不久之后 于也在亲人们的围绕下 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另一方面 阿浅因为发现银行的数据变化 储备足够的资金 来面对这次的经济问题 阿浅花了慢长的时间 好不容易将煤矿 发展成了优质产业 现在终于还是要将其出售了 自于也去世后 一直陪在老太太身边的家业 也离开了家业务 准备投靠自家亲戚 这边 阿浅和诚泽 正在为女子大学的开学典礼 做着准备 申请入学的学员 竟比想象中的要多得多 这让阿浅等人更是惊讶不已 另一方面 期间与新代约定好 等她研究生毕业后再结婚 然后终于 在所有人期盼下的 日出女子大学 迎来了创办成功的这一天 入学的学生 大大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家政学专业八十人 国语专业九十人 英语专业十人 而且北至北海道 南至鹿尔岛 入学中既有已婚的妇女 还有当了妈妈 以及拥有工作经验的人 学生里聚集了各式各样出身 和各个年龄阶段的人 是所有人意想不到的 从现在开始将举行 日出女子大学的入学仪式 阿浅穿着华丽的洋装 在台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另一方面 在和歌山里 应召入伍的养殖柱 提前回到了家中 终于卸下重担的兰之柱 又可以重新回到大阪 在家业银行工作 而在这时的大阪 如阿浅所预料的一样 大阪的各个银行 都停止了兑付 这肯定会引起 巨大的挤兑风潮 大阪出现了经济危机 明知维新以来的最大危机 就要降临大阪 大阪出现了 有史以来最大的挤兑风潮 所有人聚集在家业银行门外 吵着要兑换现金 大阪发生金融恐慌 大量客户要求提取存款 让平时郎和荣三郎 不知如何应付 而且在这时 阿浅出现了 阿浅毫不慌张地看来看怀表 面对聚集在家业银行的 大量共和 阿浅沉着应对 他对众人表示 家业银行最注重的 就是传统和信用 除非天塌下来 否则家业银行 是不会让顾客的钱 出现丝毫问题的 他答应所有客人 一定会让所有人兑换现金 就这样 家业银行在大多数银行 停止兑付的时候 他们一直在为存款者 办理取款业务 几天后 家业银行的取款客户 依旧没有减少 如果再这样下去 卖煤矿的钱 恐怕也会支撑不了多久 这也不禁让阿浅开始担心 所以他又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阿浅想对家业家 进行有史以来最大的改革 阿浅决定扩大 家业务经营的人寿保 保险事业 因金融风暴 影响了很多小保险公司倒闭 阿浅第一 将家业务经营的人寿保险公司 与其他保险公司 合并组成一个实力强大的公司 千代与企姐的婚期将近 阿浅和金次郎 与小两口谈起了 他们婚礼服装 以及住房问题 企姐也开始考虑 成为白刚家的一员后 自己该做些什么 企姐想要为家业务经营的心 也让众人颇为感动 正在这时 平时郎又给众人 带来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据说 日盈为应对大阪的经济危机 要进行救济性贷款了 第二天一大早 就像平时郎所说的那样 报纸上真的报道了日盈 为了应对大阪的经济危机 决定进行救济性贷款一事 所以这次的金融危机 家业银行也算是平安度过 与此同时 阿浅一有空 就会到女子大学听课 他为学到新的知识 而感到高兴 新次郎看着如今 依旧热爱学习的阿浅 仿佛又看到了年轻时候的他 阿浅的梦想正在一步步实现 在他和众人的努力下 与其他受险公司合并的计划 终于要实现了 在合并仪式上 他与古田 富永等保险业巨头 握手言欢 而家业务最大的事业 也即将诞生 这年的夏天 政府的批文下来了 电川受险公司诞生 总公司位于大阪市东区 第一任社长 由家业受险的荣三郎担任 阿浅因创办有功 被人名为特别懂事 相当于顾问 而新次郎 成了电川受险的第二大股东 吃骨术仅次于荣三郎 电川受险的注册资本 变成了三十万人员 成了至今为止 家也创办事业中 规模最大的一块 又过了一段时间 新次郎来到合格山 探望阿初一家 再仍保留着日本传统风暴的合格山 让新次郎感到神情气爽 养之住和他的妻子 也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晚饭时间 乌宾和新次郎 喝着酒回忆往昔 都不忍哈哈大笑 两人就这样一直喝 一直聊 聊了好久好久 季节交替 眼看着千代和奇迹的婚礼 越来越近 在千代选的嫁衣时 阿景还特意为他准备了 漂亮的洋装 这是千代一直想穿 却不敢穿的衣服 而在这时的合格山 吴宾渝的身体 似乎不容乐观 很快 东流奇迹和白刚千代的婚礼 在所有人的期盼下 给宿母的取办后 奇迹正式成为了 家也家的上门女婿 夜晚 千代又穿着母亲送的洋装 在美和店里 与所有人庆祝 千代的婚礼隆重举行 许多人都前来道贺 两人的婚礼结束后 他们在贾野屋附近 租了一间房子 开始了他们的新婚生活 看着女儿千代 要离开自己过自己的生活 阿景和新次郎的心里 都很不识滋味 一路走来 虽然没有陪伴千代多少 但千代的离开 还是让阿景心中 像掉了一块肉般的头 当天夜晚 阿景和新次郎 聊起了他们在一起 经历的风风雨雨 阿景看着丈夫新次郎 这半年来的种种力不从心 甚感呆忧 他劝丈夫去医院看看 但新次郎 就让阿景不要操心 毕竟现在的他年事已高 如今千代已经成家 他便再没有顾虑 新次郎想让阿景退休 两人再去买一栋别墅 可以看见富士山的那种 然后在那边安度晚年 但阿景就这样说道 另一边 吴冰卫的咳嗽是越发的严重 已到了吃不下任何东西的地步 虽然医生说他只是感冒 但阿出去担心的不行 每天都会给吴冰卫弄一些橘子吃 并希望丈夫能快点好起来 转过了年 前代也有身孕 转眼间 阿景和新次郎 都成了当爷爷奶奶的人 每逢寒假和春假 掩饿阿景的女大学生们 都会来到大阪旅游 到百刚家拜访阿景 而阿景也非常欢迎 女学生们的到来 并教他们猪蒜 记账 以及经商等技能 还会让他们做针线活 以及帮厨 尽量把一些实用的技能 交给他们 而且在这一天 家野屋突然收到了 来自和格山的电报 说吴冰卫定威了 吴冰卫已冰入膏肓 阿初守在一旁 哭得气不声声 看着妻子如此 吴冰卫心勇不忍 也想着 再让阿初再对自己笑笑 但阿初却哭着对丈夫说 如果他就这样走了 他就再也笑不出来了 从伤亡私家破产以来 阿初一直陪着吴冰卫走到现在 不论多么辛苦 他都从来没有哭过 一直到现在 他终于还是破房了 吴冰卫回忆往西 是啊 一直以来都是阿初 在帮自己而已 吴冰卫让阿初 扶自己起身 随后 又叫了两个儿子 他说 这辈子他过得很好 不用向任何人 点头哈腰 其间掐笑 立足土地 自己耕种 种橘子 盖房子 再把他们带大 就没有比这更骄傲的事了 而且他还有了 自己的孙子 他这一生 得到了太多 是赚到了 所以他让在一旁的阿初笑笑 他想再看一次 夜里 阿初拿出尘封好久的骨针 为吴冰卫弹起了曲子 听着阿初的琴声 吴冰卫渐渐地闭上了眼睛 这天凌晨 得了重病的吴冰卫 在妻死阿初和儿子们的围绕下 安然去世 得知消息后的阿减和新次郎 迅速赶往和歌山调研 阿初和阿减谈起往事 阿减告诉姐姐 上次新次郎来和歌山时 吴冰卫跟他说了心里话 原来当年 吴冰卫在第一次见阿初的时候 就对他一见钟情 他只想阿初能高兴地活下去 就别无所求 阿初听后不禁煽然泪下 吴冰卫的离开时 阿初沉浸在悲伤之中 无法自拔 或许这段时间的悲伤 还需要一段日子来冲淡吧 家业银行和电穿售保险的事业 进行得非常顺利 阿减依旧为了家业家的事业忙碌着 从未停歇 但有件事是阿减特别在意的 那就是丈夫新次郎的身体状况 他发现丈夫最近的食欲是越发的不行 他警求丈夫去医院看看 但都被他借口忙而打发 这也让阿减的不安 是一天比一天强烈 1903年 家业银行在度过金融危机的两年后 银行存款余额呈不断上升趋势 而电穿受险 签约数也在不断增长 在和歌山的阿初家 全家人在一起 谈起了务病位去世后的家业问题 男支柱担心弟弟忙不过来 并想回家帮忙 但阿初和养支柱 却劝他安心在大阪工作 即使卖到一半局山都行 此时的百岗家 千代产期提前 即将临盆 而阿浅 却在东京女子大学做演讲 听众中 有一个叫品种名的学生 他对阿浅的演说不以为然 只觉得 她是个傲慢且讨厌的大妈 但阿浅得知千代要生产的消息后 赶回家时 千代已经顺利诞下一名女婴 全家人看着咕咕吱吱吱的小婴儿 高兴不已 但阿浅还没开心多久 一个噩耗即将来临 就在这一天 阿浅突然看见 重大医疗保险保单上的银行字 瞬间让他跌入谷底 这上面描述的所有病症 不都和新次郎一样吗 随后 阿浅立马找到 正在为孩子挑选名字的新次郎 并郑重地请求他 一定要和自己去医院看看 两人坐在医院的长影上 等待结果 看着妻子阿浅担忧的表情 新次郎则不断地在一旁 大虚安慰 医生出来后 并让两人回家等待几天 有结果会立即通知 这天 阿浅和养殖猪 来到大阪家野屋 准备探望万之中 但却见妹妹阿浅 情绪低落 原来小姨写信告诉阿浅 说迷子大学的新生中 有人到处说他坏话 阿浅生气时的好笑模样 不惊认得众人 哈哈大笑 随后 阿淑和新次郎谈起 世人称赞阿浅是事业家的事 新次郎则说 阿浅拼命工作时的辛苦样子 只有他看得见 为此他深感骄傲 不久后 医院的医生给两人带了一个坏消息 新次郎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情况不容乐观 阿浅追出门 请求医生救救自己的丈夫 不管花多少钱 还是让自己捐献器官都可以 只要能救活他 让他做什么他都愿意 但随后医生的一句话 却瞬间让阿浅哑口无言 新次郎身患重病 将不久于认识 为了纪念千代和奇迹的女儿诞生 全家人一起拍了合影 新次郎将护主之位传给了起见 从此之后 起见不仅在家野银行任职 也参与了家野商店 和便穿人寿保险事务 这天新次郎送给阿浅一棵树 用意纪念他们结婚四十周年 两人一起在院子里种下 寒冬将至 新次郎基本待在家中 再没有出去过半步 新次郎生命的消息 很快就被传开 在九州煤矿工作的工部 和治狼座 也来到大阪探望 几人坐在一起 回忆起了在九州煤矿的趣事 所有人不禁感叹 年轻时真好 转过了年日俄战争爆发 阿浅提议 应该快速控制 保险公司新清合同的数量 以保守姿态应对 阿浅的这一提议 也让家野屋的保险事业 得到了缓解 而这也是他最后一次 再给家野屋提意见 最后阿浅宣布退休 他决心不再管理家野屋的生意 在家里好好陪伴新次郎 阿浅就这样退居二线 在家陪伴着新次郎 新次郎问起阿浅 为什么会选中煤树 阿浅回答 因为小时候 他送给自己的算盘 就是用煤汁做的 那个算盘对自己 有着特殊意义 随后新次郎又说道 如果阿浅退休是为了自己 那就大错特错了 他比任何人都喜欢做生意 难道阿浅是觉得 自己比生意还要重要吗 阿浅则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从丈夫离开后 阿浅一个人看着 与丈夫种植的煤树 哭得泣不成声 从嫁过来起 他就从未做过一次好妻子 他如今想做补偿时 而他却时日无多 这也是阿浅最为难受的地方 这天 女子大学的学生 品种名来拜访阿浅 品种针对阿浅过去 在女子大学发表的演讲内容 批评他 炫耀金钱地位 以恩人自去 阿浅听闻此话并没有生气 感到大家赞赏 品种的勇气和脑袋 与阿浅聊完后的品种 不禁在心中暗下决心 自己一定会超越阿浅 成为一个 更加强大的新世代女性 这个女生 就是未来的品种雷鸟 在这以后 创刊了杂志 《青踏》 并高调宣称 女性之本本为太阳 还进行了很多女性解放运动 被新学生这么一骂 阿浅心中自然是失落的 他觉得自己为女性地位提高而努力 就被别人看成讨厌的老太婆 看到这情形的千代 不然觉得好笑 在此之后 阿浅便再也没有插手过 生一生的事 安心地陪伴在新次郎身边 与他共度最后的时光 这天 燕柱在得知消息后 也来到家义屋探望 燕柱的妻子已经去世 她也已经退休 工厂交由女儿夫妇打理 在相互寒暄了一番后 她又和阿梅聊起了天 两人还约定好 今后一定要互相通信 林子与诚泽 也从东京来到大阪 向阿浅报告女子大学的情况 女子大学终于走上了正轨 第一批学生即将毕业 小姨将去海外留学 大卫林子还与阿浅谈起了 各地女性的现状 此时的日本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出门工作 阿浅的理想正在遍地开花结果 夜里 还让她一定要为了梦想 继续坚持下去 可还没来得及说完 新子郎就倒在了地上 新子郎的生命 已经到了最后时刻 阿浅 千代 起见 闺住 荣三郎 全部聚集在新子郎床前 阿浅轻轻地抬起新子郎 将她的身体 靠在自己腿上 新子郎向众人交代后事 她叫着弟弟 荣三郎的名字 跟她说着对不起 一直以来 都是自己不太靠谱 荣三郎则说道 让她不要操心 以后的家一屋 由自己守护就好 随后 新子郎又牵起 女儿千代的手 让她一定要当个好妈妈 多亏了有千代 自己的人生 才会如此丰富多彩 她拜托起见 千代以后的路 就由她来守护 周恩离开后 新子郎对阿浅说出了 她一直以来 对她的看法 她还让阿浅别忘了 即使自己离开 她也会永远陪在她身边 新子郎一声声唤着阿浅 最终在爱人怀里病逝 院子里的梅花 已开了好些花果朵 可惜新子郎 却再也看不见了 新子郎的葬礼上 有许多人过来吊咽 众人聚在一起 谈起了新子郎生前 吊儿郎当 聊钱袋的样子 都不禁笑出了声 但唯独阿浅 却怎么也笑不出来 她独自来到院子 躲来躲去 最终还是憋不住 哭出了声 正在阿浅悲伤之际 天空突然下起了雨 雨水一滴滴 打在阿浅的脸颊上 仿佛是新子郎 在与阿浅说话 让她不要伤心 阿浅永远记得丈夫 对自己说过 下雨天 就是她开心的日子 阿浅伸出双臂 拥抱着 这突如其来的大雨 仿佛在与丈夫 新子郎告别一般 新子郎去世后 阿浅和姐姐阿初 回顾了姐妹二人 走过的人生道路 两人相互鼓励对方 其实以后的生活中 没有了那个她 他们也一定要 好好地活下去 继续守护好 各自的家 参加完新子郎的葬礼后 阿初又回到了和格山 山下的养殖住一家 正在迎接着母亲的回家 这一幕 让阿初感觉到 别样的幸福 她相信 山峰四驾 在今后的道路上 才刚刚开始而已 转眼间 就已过去六年 九位谋面的小姨 学生归来 到家野银行拜访 而前代已有三个孩子 还加上肚子里的一个 两人都已如愿 正在朝着 自己选择的方向 努力前进着 另一边的阿浅 即使上了年纪 都没有放弃 任何学习的机会 她就如丈夫所说 为了自己的梦想 她必须继续努力下去 阿浅还准备在 今后的每年时间里 在自家别墅 办一个培训班 让所有热爱学习的女孩们 集中在一起 然后与她们一起探讨 到了来年的春天 如阿浅所愿 她的学习班 成功开办了 阿浅和女子大学的 学生小姨 千代等人一起交游 百感交集的阿浅 像聚集在一起的众人 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阿浅说完 刚准备 拄着拐杖离开 恍惚间 她似乎在远处的花海中 看见了那个 一直让自己朝思暮想的人 阿浅不顾女儿千代的挽留 扔下拐杖 便朝着丈夫所在的方向 一直跑 一直跑 当阿浅来到新次郎面前时 她也变得如此年轻 就如两人刚结婚一般 而这也似乎预示着某种东西吧 或许是新次郎真的来接阿浅了 看不见你的时候 思念像座山压在胸口 看得见你的时候 快乐像条河 勇进心头 让山河水来见证 我的你的思念 而我也来见你了 新次郎温柔地牵着阿浅的手 对她说着 辛苦了 不幸福了 中文字幕——YK